探討的不是馬達本身 馬達本身小學小學的時候就學過了對不對 像電刷之類的 我們今天要探討的東西是一個 馬達 那他其實可以建構一系列的工業自動化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這個生產線 這個生產線他的 他倒不會動 他還不知道怎麼講 所以你可以看到馬達指示 那真的觀念要是這些馬達跟馬達之間的動作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畫面中來講 這個軸數呢非常驚人 你如果說只是從那個正向逆向 這個一軸 然後兩個軸 比方說像這個畫面中看到這個旋轉的手臂 那他的軸數呢可能就是四軸以上 那當然還有更複雜的 像那種真正來組裝車子的 那今天他軸數都是100軸以上 那他的複雜度非常高 那大家不要小看這個畫面中這個東西 嗯?奇怪 奇怪還是會卡欸 小怪 這裡可以回去把它看完 那我們可以去思考一個議題 就是說一個機械手臂 那如果他120萬貴不貴 120萬是一個很很常見的行情 行情價 那 那基本上你可以去想 如果說我們今天來製造的用品來想的話 這個機械手臂的主動速度是人類三倍 然後人呢基本上是在休息 可是機器呢只要調整的 當然是不用休息了 然後 然後 如果你把這些因素全部算進去的話呢 機械手臂的他的這個產能 他的這個 這個產能其實是人類的嗎 人類的這個12倍 這個產能是人類12倍 那這個這個 而且這種的是呢 他的這個這個技術一直在進步 所以你應該知道一件事就是說 一個機器手臂120萬 他的產能是人類12倍 而且價格在降低 產能在提升 好 那所以為什麼要在這個時候 如果說你是軟體背景的朋友呢 我的建議是你也去研究一下這種機器的 不是因為說什麼工業 什麼工業4.0啊這種這種術語 而去關注 不是 是因為這個東西跟你我是習相關 而且裡面的軟體扮演角色非常重要 然後呢你可以看到說像剛才如果 如果前面那個影片你把它看完的話 那你可以發現說其實那個 馬達控制只是其中 其中有一個訴求 那事實上在應用範圍很廣的 甚至就是 最早利用的使用在這個 Riotime 是為了什麼呢 是為了打造這個火箭控制系統 那這個時候我們可以提到 這個領域算是很早的一個 很早的一個始祖 這個東西叫什麼 叫做RT 這有時候蠻困難的 有時候找資料不喜歡 因為找到自己 不知道我要找這一個 好 那所以這個RTLINERS 我們來看一下 RTLINERS 基本上它已經是 已經是過時的東西了 不過 這個很值得關注的地方是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時間點 它最早是來自這個 新墨西哥工業大學 對不對 其實它大學是包含那個 它不是工業而已 包含那個礦野 好 然後它最早是個大學教授帶著它的研究生 大學教授帶著研究生 然後它後來搞一家公司叫FSN Lab 那學過計算機理論的同學 同學 朋友都知道 FSN是什麼 是Finance State Machine的縮型 所以它搞一個 Lab 搞一家公司很好玩 就叫Finance State Machine Lab 然後 所以你看到它那個時間 它這個時間呢 它其實非常早 就跟它講 接近至20年前 然後它的目標呢 是要在LINERS的基礎上做到什麼 做到哈記的利 好 當時LINERS的這個 距離利用碳的表現很差 所以當時的做法是怎麼做呢 事實上它是有一個東西叫做RT Core 注意到RT Core是FSN Lab的 FFSN Lab 就這家公司的商業產品名字 那非商業的版本呢 還是叫RT LINERS 也就是它底層有一個小型的執行環境 然後在這上面再把LINERS 當作上面的一個任務 然後呢 所以RT LINERS 我們說它是Hurriotime 其實是講說底層那一個 底層那一層 不管你叫做HAL也好 或是叫RT Core也好 然後呢 那我們還可以看說 在早期的話 有一個東西叫 MERT 那MERT的話 基本上就是 你看它的做法是這樣 就是說它底層呢 它底層有一個RT Kernel 然後 然後在這上 有些UNIS的那個 UNIS的執行環境 這是一個很常見的手法 這種手法也叫做 就是要虛擬化的手法 然後這個東西是距今20年前 然後不過這個東西已經過時了 它其實被很多專案說 因為這家公司基本上它也 它也 FSN Lab後來賣給Win River Win River又賣給Intel 所以基本上這家公司其實它已經停止運作了 但是它帶了一些很好的想法 那所以後來有一大堆專案 我們之後也會特別探討說跟這個RT鍵相關的 不過我們今天的關鍵還是在這個 呃 推進RT 那這個是 我哲學期帶著學會做的東西 就是 我們有一個很熱血的同學 他就準備好這樣環境 右邊是什麼呢 右邊是 步進馬達 四個步進馬達 然後 這邊有控制板 然後 左下角是什麼呢 左下角是數位拍 這個東西是Py2 那 所以基本上呢 這個學期我們來做什麼事呢 就是用Py2 然後上面執行Linus 去控制 這一個 這四個 步進馬達 當然你只是讓馬達 左轉右轉轉快轉慢 你好像沒什麼感覺 但是跟我說你加一個機構 對 加一個機構就這樣這樣 有可能掉掉抖 所以這次我們要打造的東西 是一個機械手臂 打造機械手臂的話 其實有很多 很好的地方 就是 以工程的訓練來講 這是很有意義的事情 為什麼呢 因為第一個我們可以學會怎麼做機構 我們可以用3D力表去做 印出這個機構 然後印出機構之後呢 我們會用 在裡面組裝這個 前面講的 步進馬達 組裝完步進馬達之後 我們要搞定一些問題 叫通訊 就是馬達跟馬達之間 這麼滿足馬達 然後他會搭配機構 他可能會這樣 旋轉 然後他會有傾斜角 然後他會有 不同的姿態 那不同的姿態 你要怎麼去控制 那控制完之後呢 你要怎麼讓軟體 在紙巾的時間內 確保說我下了指令 然後在整個系統來講 整體時間內 在整個這個Dayline 就是在Dayline之前 你要完成特定的任務 那所以你基本上 就是說包含說 下基本的控制理論 再來是通訊 那再來是你可能要了解說 作業系統的一些基本的機制 所以做這個機械手臂是很有 很有意義的事情 而且這東西 一翻兩登也嘛 能夠用就能夠用 不能用它就是死給你看 所以這個是一個 很好的一個測試標的 好那這個我們正在進行 所以我們會從這一步開始就是 畫面中看到這個 這個控制布吉馬達的機制開始做 那當然這些相關的這些報告 跟那個sauce code 也會貼到網路上 所以你可以持續關注我們這個 相關的報告 然後接著我們再探討這個 對那個報告在這裡 就是這是去年報告 所以有興趣可以來查一下 那這個在講什麼呢 奇怪為什麼這麼慢 好這個就是在探討說 這是難得用中文寫的 因為你在這領域基本上很難找到中文的 就能找到中文有可能都是 有可能是錯的 那所以其實一開始從這個realtime的定義 然後以及說怎麼在linux上實現出這個realtime 那前面有講過一個叫planeRT 那這個planeRT的話是透過單一核心的 他是在直接修改linux kernel本身 然後去強化他的realtime表現 那另外一個是duo kernel 像前面講的那個RT kernel RT Linux他就是什麼 他就是所謂duo kernel 那他的想法就是說 他們認為說linux要改已經很難改了 所以乾脆做一個新的 kernel 然後把linux當作一個 裡面上面一個idle task 好所以linux的整個這個原 雖在linux上還是可以排成 但是linux本體呢當作什麼 底層這個realtime kernel的一個idle task 好那這樣的話就是 最早的例子是RT Linux 那再來有些新的像RT AI 或者Zenomine 那後兩者是有在活躍維護的 所以像你可以看到我們去年的這個 去年的報告組別他會跟你講說從 好我們的做法很特別啦 好跟一般的報告不太一樣 我們會從那個相關理論開始做不高 好 就我覺得我們在台灣有時候很麻煩 就很多人就覺得說 就認為說實作強人理論就很差 或者說理論強人實作就很差 為什麼兩個不能在一起嗎 你可以想要說linux的理論很差嗎 不可能嗎 他能夠做出一個 kernel 他當然理論也是熟的 所以要注意到一定是 我們在台灣太多偏見了 那反過來說 難道理論強人實作怎麼會差嗎 這很難講啊 你看那個 你看那個什麼 這個 那個 看那個knows 對不對 knows的話就是 對不對 knows他搞了一大堆 就是他寫了很多理論 做很多理論分析對不對 但是你真的 他真的叫他寫code 是真的很會寫的啊 他可以從lates開始寫對不對 為了寫書寫個lates 那寫完lates呢 可以幹嘛 自己做一個CPU叫做MMIX 那這個MMIX上面的那個什麼 MMIX上面所有的開發工具 當然是這 當然是 當然是 可能是自己寫的啊 所以你要知道一定是 理論強的人 他持作也可以很強 那我覺得比較麻煩 因為我在台灣那個 很多人想像力很差 所以就覺得說 兩個只能取其一個 這個 真是一個悲哀啊 然後另外就是說 在這一份報告其實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他是直接從這個 1960年代 從這個 虛擬化啦 然後這個 這個Liotan的理論開始看 然後開始做大量的實驗 實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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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量實驗 然後呢 還有教你怎麼去評估效能 然後 然後甚至去分析裡面程式法 去怎麼實作 然後呢 我翻了一下 就是應該全世界沒有 第二篇這樣子 這樣子紀錄 就是這樣的一個報告啦 雖然他報告的寫得還不是很好 但是就是說 這種風格 也就是說 你今天從這個什麼 從他的應用 應用啊 理論啊 然後到 做實驗 整個完整的 那基本上 他這個已經是一個 碩士論文等級的東西了 只是 論述沒那麼好 但是 這個是 我們大學部的學生做的 所以我覺得 我們其實是可以 做很好的東西出來 好 今天我們來探討一個東西 叫Purvis Purvis呢 基本上他 距近超過25年 注意到 距近超過25年 然後他是一系列的工業規範 那基本上他是圍繞在UNIS 我們到底一件事 就是UNIS 是在1970年代 非常非常活躍的作用 然後他的設計 一直影響到今天 那 但是在80年代的時候呢 這個整個UNIS 是大放益材的 連我們 大家有聽過那個嗎 大同電鍋 大同電鍋 發明大同電鍋的什麼 大同電鍋的這個大同公司 大同公司 有什麼 有UNIS 他的UNIS呢 叫做MITAS MIT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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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可以知道就是80年代 連賣電鍋都跳下來做UNIS 作為系統啊 對你沒看錯 你也沒有錯 所以他自己看 這個大同公司 有自己的UNIS 作為系統 然後 所以你可以知道一件事是什麼呢 就是 當賣電鍋的公司 就是都跳下來做UNIS 所以你知道80年代 那個UNIS有多分淡 就各式各樣的UNIS都有 那 Posits呢 就是在那個年代出去的 就是來 想辦法去統一一些 API 然後還有一些 統一系統氣味 所以這邊文章要跟你講什麼呢 這邊文章要跟你講說 他的這個原起 那其實他的原起就是來自這個 UNIS 百家證明 那這個UNIS 百家證明 那這個Posits呢 它的全名是什麼 這個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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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這個作業系統的 可 一些可惜性的 跨越作業系統的一個界面 定義 然後最後那個X呢 基本上它表示就是那個UNIS 好 我們來看看這張圖 這張圖呢 基本上你可以看到說 最外層呢 叫做Posits.1 然後 最上面 Posits.1 然後呢 它對於I2E的標準 叫做I2E1003.1 然後 因為是2000年的橋墊 所以叫103.1 2001 然後呢 要注意到今天是什麼呢 就是你可以看到左下角 左下角它有一個最小的集合 叫做PSE-51 它是一個最小最小的集合 我們今天要探討的地方 就是我們今天跟我們這個RioTime有關的 我們是左下角的PSE-51 然後再完整一點叫PSE-52 然後再更完整一點左半部 所以你看到左半部已經包含什麼呢 已經包含說像這個網路啦 還有多的Multiprocess 然後在右邊的話就很完整 右半的話就是基本上你想到的追求功能 基本上都涵蓋 不然說檔案系統本身 那整個涵蓋起來叫做Posits.1 那Linux涵蓋的界面在哪裡呢 Linux涵蓋所有的 畫面中看到所有的 就從PSE-51-52-53-54 到更上層的叫Posits.1 這是Linux 然後呢 如果你看一下對照它的時間 那最早呢 在1988年 就Posits一開始提出來的時候 1988年 那它有個Posits.1 所以它訂一個比較大的 就是說包含說這個API 包含說那些必要的那些行為 像Folk之類的 然後接著沒多久呢 就有個Posits.2 打2的話就表示什麼 這個Share 有TLT 所以說 你今天如果去看那些什麼 Main page 不要說有些東西是 它可能有兩個 兩個什麼 兩個不同的這個 譬如說你G-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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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en的話呢 那你可以看到說 今天會有個1的 那也會有個2的 那有1呢有2的表示嗎 2的表示它是一個什麼 它是一個 它是一個系統呼叫 那但是 但是有些有時候還有可能有3的 所以你看看這個東西是什麼 跟這個 跟開發工具有關 所以基本上這個Posits呢 其實有類似的那個規範 就是說從這個API API的涵蓋 然後到工具啊 幫它Share 那之後呢 就是切得更細 在2000年一年之後呢 剛剛不是講過了 Posits.1 然後它變成什麼 變成一個I2E的標準 那所以基本上 最新的話是這個 在右上角 Posits.1 然後Dash Tusselen and 就是Posits最新的標準 那 事實上現在主流的作業系統 像什麼呢 像這個 像這個Linus BSD 包含Windows 那其實也是在依循這個Posits的規範 然後我們要知道一件事 就是在Windows的話呢 Windows NT 其實它就是 能夠涵蓋一部分的Posits 這是可能比較 大家比較少人 注意到這個議題 那但是實際上 Microsoft的Windows 它有一層叫做 Pos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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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bsystem 那所以它其實它也是 也是有涵蓋什麼 也是有涵蓋那個 剛才行過的這個 RH1E103.1 那它的涵蓋是在1990 那在這之後 它就沒有特別去E群了 這個要注意的 好 那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有關 有興趣的地方 你可以點一下這個 它是一個文字檔 點下去 可以得到一個文字檔 那文字檔跟你講說 這個API的Stand 然後這個東西寫了很多 那我幫你再錄重點 那我們之前有關的部分在哪裡呢 當然是LeoTime有關的 好 所以這邊有一個東西叫做 SSWG RT 它一個 一個工作小組 這邊有個工作小組 然後這個工作小組呢 就制定相關的API 所以 1990 然後之後更新的話 是在1998 然後跟LeoTime LeoTime有關的一樣在哪裡呢 在 分別在 1993 大길 1995 1992 2000年 好 那 主要是前面 這三個 這三個是最關鍵的 那在1993年注意到這個時間點 這個時間點非常的關鍵 因為事實上呢 um 我們講RT Linux或者是其他的這個後續的這個基於Linus的realtime的解決方案 基本上它都有一個API的依據 這個API依據其實就是在什麼 在103.1b 注意到那個時間 回去看一下 這個有沒有看到那個103.1 103.1的就是說我們剛才 那在這個剛才提到什麼呢?103.1 然後它有不同的分項 比方說有103.1c 然後有1b 那我們有興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是b跟c 那b的話規範什麼?規範這個realtime 所以就哪些是專屬的realtime 然後在1995年是有103.1c 注意到這邊是包含說這個執行序 然後基本上如果對照左下角這個PSE51的話呢 基本上像是執行序啦 包含說realtime 基本上都是在PSE5裡面 所以對PASIS系統來講的話 這個兩個是最最基本的 可是這個有點跟UNIS是違背的 因為最早的UNIS呢 其實是沒有這個能力的 最早的UNIS是不考慮到realtime的 最早的UNIS也是不考慮到執行序的 所以這個是在PASIS裡面設計一個折衷 它其實這點也是跟歷史的發展其實不同的 但是因為這個相位的廠商啦 就是很多那種商業大廠啦 基本上基本上都在投入 然後所以這個這是很基本的規範 然後注意到底下這邊有寫啦 所以他講這個RTLinus跟這個 RTLinus跟這個FSN Lab 這個不應該有空格啦 就是商品名字叫RTLinus 那在公司的名字叫FSN Lab 中間沒有不應該有空格啦 不過原文是有空格啦 那基本上這個RTLinus這個創始者 那其實曾經提出說 他們認為說PS151是一個很糟糕的規格 因為規範的太稀太雜 然後所以在RTLinus實際上做法是這樣 他是把PS151跟52取一部分 然後他取一個小集合 然後再把一部分他們用得到的PS154 所以我們再看一次那個相關的觀點 PS15152還有54 所以54有什麼 54有檔案系統 注意到那個圖 這個圖的解析比較差一點 這個在右邊可以看到檔案系統 然後在左邊可以看到什麼 左邊來講話你可以看到這個 有資金序 然後還有這個realtime 那所以RTLinus依序的規範 其實是什麼 PS15152主要是5152 然後再加一部分的54 然後這個是一個相對失敗的標準 這個失敗標準是說 事實上沒有任何一家廠商 真正乖乖的造成PS15152 然後5354 那逐步提供不同的這個 就真正照這個profile去設計 很多OS的其實基本上就是 參考的部分 然後又加上自己的擴增 沒有真正的很很標準的依循這些設計 那有些做一些種標準Linus Linus反正就是 反正能夠支援就支援 反正就是把所有的API把它包裝起來 所以最後我們要照一件事 就是說 如果你有以族譜來講 這個 這個BSD呢無疑是 UNIS的 UNIS的那個直氣血清 就是讓BSD就從這個UNIS改過來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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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一提的地方是說 中間還有東西叫什麼 叫做 System UNIS System 5 那這個UNIS System 5 它是整個UNIS家族裡面很正規的 然後那個 BSD呢是基於比較舊的版本 然後有把一份UNIS System 5 另外一個東西把它整合進去 然後呢 Linus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Linus它並不是這樣發展 它是一個重新發展過的作業系統 它不站在 它不參考任何一行UNIS的那個程式碼 只是有參考API 參考PASS規範 然後呢 它逐步把你中間畫面上看得到 103.11 2100 把它混了下來 然後事實上在很多作業系統 比方說 Android Android作業系統的話呢 比方說你可以看到在這個過程中 比方說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相關的程式碼 PASSIS PASSIS 比方說這個是Bionic 是那個Android那個Source code 然後 事實上呢 在很多地方 比方說像剛剛講的 PASSIS10 PASSIS.1 然後 DASH 2001 然後 基本上怎樣 就是會有一些 有些API會有一些消長 所以 你可以看到說 你看我四年前做什麼事呢 不是四年前 好快喔 已經五年了 等一下 快五年了 那五年前做什麼事呢 我發現說有些API 好 那在PASSIS201 PASSIS.1 2001 這個標示成 比方說這個B copy標示成這個Legacy 然後呢 在2008 標示成了 就真的已經拿掉了 那所以我就把它做一個調整 好 那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這個修改很無聊 對不對 這個修改沒什麼了不起的 所以這個修改沒有技術 它本質上不是技術問題 這個修改本質上更多的是什麼 更多的是我們稱為叫做PASSIS的 Compriance 就是說讓 讓你的作業系統 當然這個作業系統 不是只是Kernel而已 包含說上面的Library 讓它做到相容 好 好 那 另外一個連結的請你回去自己看 好 這個連結來講什麼事呢 他就講說另外一個 Rewaltime extension 叫做Zenomine 那 Zenomine上面的 它的那個PASSIS的API 好 是意思什麼 不過我們可以來快速看一下 好 這個PASSIS上呢 好 就是 主要是參考PSE51 好 注意到 它是almost 好 我剛講過 實際上沒有一個作業系統 它是乖乖的造成這個PASSIS的規範 好 就是很明確區分PSE51 525354 好 基本上都是 大部分依循 然後再加上自己的東西 好 那 所以如果呢 從PSE5來看的話 它大概包含哪些呢 包含說這個 這個 包含說這個 這個 這個 然後再來什麼 再來是 Mutex 然後這個 7Phone Condition Wearable Tondition Wearable 一般來說都是搭配這個Mutex在用的 然後再來是RT-Signal 然後 然後再來是 你要能夠 做這個Cancellation的資源 然後這個 這個 Splate Basic就是幾大 基本上是什麼 就是基本上就是TLS的 嗯 這個 就是這個TLS Splate Local Storage 好 然後 然後 然後幫忙 幫忙這個問題還有什麼 像是那個Timer 還有那個Share Memory Magic Cube 所以基本上PS151是包含這些 這些機制 然後這很有趣的地方是什麼 傳統unis 我說 不是唱歌 最早unis基本上 這些都沒有 這個很有趣 最早unis基本上 頂多有些同步的處理 就是可能這個 把這兩個算進去可能頂多有 但是其他的都是後來才加進去 好 那我們再繼續看下去 那今天我們來看 思考另外一個東西 叫做 叫做 pre-entable kernel 那 因為我們今天探討的主題呢 是針對在Linus kernel內部 在Kernel內部實作 一個HarioTime extension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在上次我們有探討過這份同影片 不過我們還是來看一下 這份同影片他跟講什麼呢 他跟講說這個 怎麼讓Linus成為一個HarioTime 一個作業系統 好 那你可以在畫面中可以看到什麼呢 就是說 基本上有好多方案 然後呢 我們在底層提供一個HarioTime的執行層 我們稱為這種模式叫做 Zenomine 然後但是如果說你整個修改Kernel 是透過修改Kernel方法去做到的這個東西 我們叫做RT-pre-ent 這個寫法 這個寫法有很多種 有叫RT-pre-ent 也有叫Pri-ent-RT 然後這個Pri-ent跟RT之間可以用Dash 也可以用Anderscore 好 好 這我之前有探討過 就是說講這個RT-pre-ent 這個我們就不特別探討 那我們要知道一件事 就是說整個我們設計一個這樣的一個HarioTime的OOS的話 基本上要考慮到一件事就是它是拉鋸在 那兩端是什麼呢 一邊是Throughput 另一個是Determinism 那Determinism就請問講 就是說我這個行為必須要符合預期 我做什麼事不用快 但是要等下 要在指定的時間內可以完成 這叫Determinism 那Linus最早是針對Throughput 就是說它在意的是真正的一個什麼 比方說我一個 比方說一秒鐘或者一小時裡面 我可以處理多少筆資料 我可以做多少筆資料庫的交易 然後我每秒可以回應多少的需求 好 這個東西我們今天會叫什麼 Throughput Linus最早是針對Throughput 做最佳話 但是它不是針對 Realtime 也就是說針對這個Determinism 它不是為了這件事 好 那這邊是一個事宜就是說呢 你可以看到左邊 左邊可以看到什麼事呢 就是說我們講這個傳統的這個 史達利亞化的Realtime OS 它的整個回應時間是可以小於10ms 那但是注意到這件事呢 所以標準Linus 桌上型的座位系統 或者說這個手機裡面的Linus 那基本上它的回應時間是1ms 所以注意到它的整個效能呢 大約差了100倍 就是說以回應時間來說大概差了100倍 那我們所謂的Linus 它只是一個分類 有很多手段可以做到Linus 那整個過程中我們想要做到的事情是 讓Linus它可以沿用標準Linus的這個 標準Linus所用的這個程式 就比方說二進位 甚至原始程式滿相濃 那在這個議題來講的話呢 絕大多數的資源都可以用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要切到Linus 一個人做到的 對不對 因為上面有很多寶貴的資源 然後最重要的是Google搜尋啊 或是Stack Overload 問問題呢是問得到答案的對不對 就算問不到答案呢 你至少取取暖也好 在很多商業OS的話呢 你連問問題都問不了 有些合約甚至不准你問問題 這很奇妙對不對 有些我不能講哪些公司 總之某些公司會 會讓你不准在網上討論 就是不能在網上討論某些議題 那所以這是一個很麻煩的問題 就是說 導致呢整個你的使用呢是很受限的 那Linus希望做到跟過去利用程式相同 但是呢有接近什麼 左邊的商業化的客製化的 什麼作業系統它的即時處理效能 所以這個東西注意到 好 然後接著我們來定一個詞 這個詞叫G-turn 就是說呢 我們把最大的回音時間 減掉最小回音時間 這個這個鍵殼我們從來叫什麼 叫G-turn 好 先把這個名詞記起來 那我們大家來探討 那 前面有講過就是說 有兩個途徑可以做到這個 做到real-time 一個是呢 伏底抽薪 就是在前面講過 這個RT Linus RTAI 或者Zenomine 它基本上有一個底層 然後另外一個機制呢 就是叫PreneRT 那為什麼Prene跟RT中間有一個底線 Underscore 那為什麼底線 會有一個底線呢 這個很有趣啊 因為它其實它本來是一種 Kernel的主台 在Kernel主台呢 就是開頭的都是叫什麼 叫做Compig 你看到這個畫面中可以看到 這個它開頭啊 這個Config 所以比方說跟什麼 Preneur有關的部分 看一下 Config 那個Preneur 好 所以你看到這個來講的話 這個跟Preneur有關的部分 就是這個 就是說 在我這台的桌上行電腦 它是沒有開Kernel Preemption 所以它有不同等級的這個Preneur 所以你可以看到的話 來講的話 你可以打開一個NUM 那打開NUM的話呢 它就變底線 Preneur 底線 NUM 那如果你打開RT的話 那表示什麼 真的HarioTime 它就變Preneur RT底線 RT 所以為什麼它有底線 就是 就是它其實它對應的就是一個 核心的主台 那我們要知道一件事 就是說Linus的發展 跟很多作業熊很不一樣 雖然Linus它是 算是極大層啊 比方說 BSD的API 然後Posys的API 儘可能去做到相容 那但是Linus的發展有一個很有趣的地方是 它是所謂Single Source Model Single Source Model Single Source Model的意思是說 我今天有同一份Linus的Source Core 那我有不同的主台 最終就變成不同的作業系統 比方說呢 你可以看到像手機 對不對 我的手機 我的桌上行電腦 包含說 我們這個環境用的lauter 基本上都是用什麼 Linus 那 但是這些Linus 有一點不一樣 第一個什麼 架構不同 這台電腦用的架構是什麼 這個手機用的是這個 安理架構 然後呢我的桌上電腦是intel架構 然後呢 家裡那個 網路通訊設備呢 這個網通裝置 這個lauter之類的 它可能是網 它可能是mix架構 所以第一個 你的硬體架構不同 然後再來是主態也不同 那以我的桌上行電腦來講的話 它可能不會去開 開那個 Kernel Prevention 因為它沒有實際上 realtime的需求 那基本上對我來講 我就是上上網 然後編輯程式碼 所以很多手機批次了 先來就先做 那手機呢 因為有考慮到聲音 考慮到這些多媒體的效果 所以大家 它有一小部分的realtime要求 那 當然如果說你用在講工業控制啊 之類的 它也可能會開的要求更高 但是注意到一件事 它是single source 所以它是主態上的差異 所以Linus發展跟很多OS不一樣 像我們大家講的 像Microsoft Windows Microsoft Windows很有趣 就是說桌面用的座位系統 跟伺服器用的座位系統 跟手機版本的座位系統 在過去都是完完全不同的系統 一直到什麼時候才變得一樣 變趨近一樣 這到什麼時候呢 一直到Windows那個 Windows RT Windows RT呢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突破 所以雖然我們這個系列 完全不會講Windows 除非那個 除非Microsoft把Windows的source open 否則我們不會來探討Windows 不過Windows還是很多東西 值得我們去效盤 從Microsoft的Windows RT開始 整個就是從這個什麼 從這個手機 桌面 伺服器 平板 反正總之就是這一系列 它可以用同一套座位系統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宣示 那這個東西什麼時候開始的 這個東西是2012年 右邊就寫了 2012年 那當然它很快就被取代了 它後來被那個什麼 被那個 Windows 10取代 這個Windows 10 但是你可以知道 一些什麼 Linux不是這樣的東西 Linux從一開始就是這個策略 就是同一套source code 不同組派 好 那搭配不同的patch set 做到 達到不同的事情 就是過去Linux 跟這個很多作用不一樣 那所以像過去來講 Windows 用手機的版本 用伺服器完全不一樣 所以它的行為 它的排程都是不同 但是 另外Linux的目標是 希望做到single source 為了實驗這個目標 其實複數的代價是很大的 變成說整個討論 比方說 RioTime變好之後呢 可能還要考慮什麼 欸 我的整個舒服 會不會因為這邊下降太多 如果因為RioTime下降太多呢 要幹嘛 要去調整 所以一直到今天 很多PrintRT的patch 已經merge到這個Linux kernel 今天已經很多了 但是它還沒有完全 因為還是有很多議題要去解決 好 所以我們來接著來看一個 我們從這個Linux的這個Python開始看 那Python我們要特別注意到的是 Python本身要做的事情很簡單 就是找出下一個我們要執行的任務 就是Python最早要做的事情 但是實際上 Python要考慮議題非常複雜 尤其在這個SMP SMP的環境要特別去考慮進去 那我要只能一提的地方是說 基本上這個排層 如果說你以前念過這個資訊工程 修過作業系統 那基本上你會讀到一大堆排層 然後什麼SJF Shortest Job First 然後還是什麼 First Come First Serve 他有一大堆這個Argorithm 但是我們要做的一件事 今天這些演算法呢 他不是只是讓你應付你的期末卡 他有實際上的作用 他影響的是什麼 他影響的是我們所謂叫做Responsive Responsive Miss 就是說整個系統的回應的行為 那我們在過去呢 比方說你會看到說 我這邊所謂過去也是沒有過去我以前 叫做一個東西要什麼叫做 叫做BFS 這個叫Brand F 這個 那個字不太發音 Brand F的Schedule 那這個是一個很知名的開發者 這個知名開發者呢 叫做CK 縮寫到CK 然後這個實在太強大 強大到我們一定要特別去介紹他一下 他是什麼呢 他這個是那個 這個 要注意到這個字是什麼呢 這是澳大利亞 澳大利亞 那不是不是不是奧地利 那個字有點差別 好 好奧地利是沒有代數的 好 這個CK呢 他是一個什麼 他是一個澳大利亞的什麼人 好 你對這個單字不是很懂對不對 好 我們查 Google 搜尋一次給大家看一下 對 不要懷疑 不要懷疑你看畫面中看到東西 他是一個麻醉師 麻醉師 ok 所以你看 當一個麻醉師都有辦法改Linus kernel 對Linus kernel做出卓越的貢獻 那各位念Compute Science 各位念DoubleE的人 到底要幹嘛 人家麻醉之語 麻醉別人之語對不對 還有Compute Coding 所以我希望說 所以我們再回到剛剛前面講的 所以我們在台灣很多時候有這種偏見對不對 為什麼實作能力跟理論為什麼不得並行對不對 難道實作強能力跟差嗎對不對 人家是麻醉師 還是可以Coding 你可以看到他的巨大的貢獻 巨大貢獻太多了 那些 好 那拉回來 所以在這個CK呢 他搞一個東西是什麼呢 他搞一個叫做BFS 當然這BFS不是資料結構的BFS 是Brain F Scheduler 那其實他很著重的地方是什麼 他著重的地方是在這個桌面 還有一些伺服器 他想要就是讓整個什麼系統的回應 行為是這樣 是使用者體驗啊 他整個系統這個Stability可以變得更好 這個東西叫什麼 這個東西叫做BFS 所以要特別注意到一件事是什麼 這個Schedule的設計呢 其實跟前面講 就是說整個系統的這個 從這個使用者體驗啊 有很大很大的影響 那以及包括說你這個伺服器 能不能擴展 很多台電腦 有很大很大的因素 那我們要另外要值得注意到什麼呢 Linux的Schedule本身呢 他是設計是什麼 他可以掛載 他是可以掛入一些新的一些Schedule 那所以你可以把很多的不同的Schedule 甚至剛好說完叫做Schedule and Policy 把它掛的進來 就是在Linux設計 然後注意到這邊有講到一個東西叫Fanwork 並不是只有Web才有Fanwork 我覺得我們在台灣也是蠻可悲的啊對不對 什麼前端工程師對不對 就是有些人這個眼界很窄對不對 他眼睛只看到Web 所以他認為說前端 如果Web前端才叫前端 不是啊 什麼鬼都有前端啊對不對 有前面就有 有正面就有背面對不對 這個就是前端這個 另外一邊就是後端嘛 你看我前面的眼睛叫做前端的眼睛對不對 那你後面的眼睛叫做 這個這個剛吃完不要講一下啊 好 Anyway就是說 這個Fanwork也是一樣的 你只要能夠擴充 你有一個提供一個介面 一個呼叫慣例 或者說一個基礎在那邊 然後你可以擴充這樣東西 我們就叫Schedule 所以Linux科目它提供一個Schedule Fanwork它讓你掛載不同的這個Schedule Policy 所以比方說Long Robin啊 Fifo啦 First In,First Out 這種東西呢 這樣 可以掛來進來 那不然說其他的Schedule 所以你看畫面中 左邊 注意到這個有的Schedule一線Fail 它是什麼呢 它是所謂的CFS 然後呢 中間的綠色部分是什麼 是RT的 RT的Schedule 那RT的Schedule就主要有兩種 一個叫Fibo 一個叫R R表示Long Robin 然後注意到右邊 右邊是最近做的 這個東西叫什麼呢 叫做Schedule Dayline 所以我們待會晚一點 會跟他探討一下這個 Dayline Schedule 好 然後呢注意到一件事是什麼呢 這個 在傳統Unis 它有這個 它就有優先權 但是傳統Unis 它的設定很特別 它叫Nice 注意到主上角 一個東西叫Nice Nice 好 這個 這時候又要先學先慢一下 這Nice 其實不好記 對不對 就是它的行為有時候 有時候想不太住 對不對 所以說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說 這個Unis裡面 所謂的Nice 意思是什麼 因為有時候 因為這個看起來不是很直學 其實很好記 就是人呢 越Nice 就等下越被人家欺負 對不對 就是這個 以前有句話叫什麼 叫做 什麼 男人不壞對不對 這個 某人不愛 我們不能講那個字講出來 講出來 會被那個 性別平等偉人會 什麼的 反正會被 對那種 對比較在意這種事的人 攻擊 好 Anyway就是說 所以你看了剛才那句話 男人不壞 某人不愛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是什麼 就是 人越好的越容易被人家欺負 所以Nice是這樣 你越容易被人家欺負 你的優先權 就怎樣 就越低 所以你看 Nice值呢 他到19的時候 表示你好到一個不可思議的境界 好到不可思議的境界的時候 你就是最容易被人家欺負 那如果你很快 比方說你-20就很快 對不對 那你優先就比較高 這是傳統的 Nice值 好 那這個傳統Nice值呢 這是傳統UNIS的 那右邊的是RT的 所以注意到 左邊講的東西是UNIS原本的 然後右邊的是 伴隨著這個PADIS的規範 PSE-51 好 PSE-51 那規範就是 比方說從這 比方說有什麼 有1到49啦 50到99 那1到49一群 然後50到99一群 那50到99的是屬於高預線群的 然後1到49是低預線群的 好 注意到一件事 我們如果打TOP 如果你打TOP呢 它會顯示這個 欸不對 剛打錯了 我要打的是這個TOP 如果你打TOP的話呢 那你可以看到說 這上面有很多 非常多的任務 所以在畫面上看到 這些非常多的任務 那它裡面會顯示這個 比方說我們剛才講的 Nice值在哪裡 這個Nice值上面寫這個NI Nice值 好 然後 然後 對於不同的優先權 好 那我們 我們要注意到一件事 你打TOP顯示的值呢 它其實它是怎樣 它是39到-100 然後呢 在Linus kernel內部排程的時候呢 是把這個值 調整成 不管原本Nice是-20 正19 然後它把它調整成什麼 139到0 然後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說 基本上你不管是什麼樣的policy 好 什麼CFS 或是什麼 5-4 那基本上 Linus kernel的做法 是這樣 有一個即時排程的 然後另外一個是一般的 這個是在Linus的一個設計 那你事實上有很多API 可以去設定不同的 設定目前的process 或是設定這個thread 切換成不同 切換成不同的schedule policy 然後呢 你還甚至可以做什麼事 你可以去把這個process 去把它指定到 放置到不同的CPU上 然後我們稱為這個東西 右下角會寫 這個叫做 Possessor Affinity 好 那你可以用CHRT的工具 去幫你切換不同的這個優先權 然後還可以切換這個 然後你可以搭配那個 Test Set Test Set 好 這個工具可以去這樣 可以讓你對應到不同的這個 對應到不同的CPU的Affinity 所以你可以想像說 如果我今天有4顆CPU 那你可以讓這個任務呢 基本上它是固定在某顆CPU 或者說讓第一顆跟第三顆 在那邊直接跳躍 不是跳躍 應該說做那個road balance 就是把平衡負載 好 那接著我們來探討一個議題 就是說 來探討這個intra intra跟real time 有很大很大的關聯 事實上呢 很多作業熊沒有設計好 或者很多作業熊的real time 能力很差 往往是來自intra 但是intra很麻煩 就是說 比如說你當然知道 干擾越少 對系統的那個表現是越好的 就是 即便你沒有什麼特別設計 那你也知道說 如果干擾越多呢 你很可能很不容易表現得好 良好的表現 那可是往往呢 很多時候是很麻煩的 比方說像我們這個這個手機 對不對 手機呢是又要麻很好 又要麻不吃草 所以這是一個很麻煩的問題 就是你要考慮到 考慮的議題真的非常多 對不對 你要有非常多中斷 像我手指頭摸來摸去 對不對 摸的時候呢就是一個什麼 就是中斷 然後呢我按這個按鈕呢也是中斷 那事實上呢不是只有這個外部的事件 對不對 像你的USB有沒有 這個拔進去 插回去 對不對 這也是什麼 這也是中斷 然後呢每隔一段時間呢 就會觸發這個Timer 這本身還是中斷 好 所以呢我們我們要講 就要看之前一定要先從中斷開始 好 那畫面中看到的是什麼呢 這個畫面中看到的 它是一個以Intel架構為例 Intel架構為例的話呢 你可以看到說 系統的切割成好幾個部分 那其中間有一個地方叫什麼 叫做APIC 這個PIC呢是什麼 就是叫Programmable Interra Controller 那顧名思義就是專門來控制這個音畫處理 那為什麼要特別有一個IC 一個特製的一個單元 來管理這個Interra 為什麼呢 因為我有各式這樣的來源 比方說這個 來自鍵盤啊 RioTime Clock啊 或是滑鼠 那還有網路 那基本上這個你可以看到原本的 它左邊你可以看到說 有IRT1 IRT8 IRQ20 把你做這些這些都涵蓋 那所以最早呢 最早這個PIC在做什麼事 它是把這個不同這個 佔用不同IRQ-Line 就是那個1812 我們就稱為叫IRQ-Line 就是那個 它每一個裝置 它可以 可以觸發中斷 這個東西我們叫IRQ-Line 然後呢 用PIC去管理 好 那問題啊 周邊呢 成長非常快 那如果你有經歷過這個 那個個人電腦那一年 那個組裝個人電腦那一年代 南橋北橋 那這個南橋北橋 就跟台灣發展很像對不對 反正北部發展比較快 南部發展比較慢 那所以北部呢 就是生活不了比較快 然後呢就是北橋 那一般來說放置比較快的 那南橋呢 生活不了比較慢 所以就是 這邊的人都是喝完牛肉湯 然後靠等一下 再去上班 中午要睡個午覺 然後雖然午覺 再看有什麼事 沒事的話就先下班 這個就是步驟比較慢 那 後來呢 APIC的存在呢 比較特別一點 APIC的存在呢 其實有很大比例是為了這個 多核心的存在 多核心以及還有 它發展說吸了這個CPU的那個BIOS的模式 像你要考慮到ACPI 那反正有很多議題要考慮 所以後來被擴充 變成APIC 但它本質上做的事情是什麼 本質上做的事情就是說 CPU它執行的過程中呢 我這個 有這個外界的interrupt 所以就外界 外界像什麼呢 外界像這個 你可以 畫面都可以看到 就是來自裝置 那因為CPU很快 然後但是周邊很慢 那 那CPU有的這個 如果能夠處理中段的話呢 它就不用一直去等周邊 那周邊完成 比方說完成資料傳輸之後呢 再發一個中段告訴CPU 完成了 那CPU停下來 跳到對應的ISR 去做特定的動作 所以在畫面中可以看到什麼呢 你可以看到說 原本的程式 是在右邊 有個什麼State跟User Process 這個就是原本的程式 然後呢 在右下角看到一個東西叫什麼 所以就是說 當我這個周邊 觸發一個中段 告訴CPU說 告訴CPU說 這個像剛才講 資料傳輸已經完成了 那要值得注意的地方是什麼呢 是這個 我們會去註冊 註冊這個interrupt 然後呢 然後註冊好呢 它就會 這個CPU模式改變的時候 比方說 以按來講話 從User Mode 會跳到什麼 IRQ Mode 那跳到IRQ Mode的時候呢 就會去這個Vector Table 好 我們稱為這樣 IBT 去Interrupt Vector Table 裡面去找什麼 對應的這個Handroid 好 那這個 這個數據 稍微看一下就好了 那不會要值得注意的地方是什麼呢 有一個中段很特別 它裡面最特別的中段叫做 叫做 軟體中段 軟體中段呢 一般來說呢 都是拿來實作這個系統補教的 好 那這個軟體中段呢 值得注意的地方是什麼呢 就是 它是唯一呢 可以 符合軟體力氣的 因為其他中段都是怎樣 其他中段 你都不知道 以座位前往來講 或是以上面用程式來講 我都不知道它去去什麼時候 會被指引到 好 但是軟體中段很明顯 就是 你可以自己去觸發一個中段 然後呢 中段一觸發的時候呢 原本從User Mode 會跳到Core Mode 會跳到特選模式 跳到 跳到Core Mode裡面做對應的動作 好 那這個 這個 講的就剛才那個意思 那 因為隨著硬體變得複雜 那 最早的IBM PC 叫做 859A 就是PIC 然後 後來被擴充 擴充成一個叫APIC 那事實上 你可以在你的電腦上 你可以去CAMP這個 IOPORTS P-IOPORTS 你可以去印出那個 印出你現在周邊 那事實上 你得到的列表會比這個 左邊的列表還 就是 比這個畫面中列表還 這樣 多很多 讓我們給它欣賞一下 就哪些呢 你會看到一大堆啦 有什麼DMA PIC TIME TIME 還不值一組 Keyboard 也不值一組 反正就很多很多 然後呢什麼PIC 然後呢 你也可以用另外一個東西叫什麼 叫 INTERRUPTS 同樣這個東西也是很多啦 好 比方說以我這台電腦來講的話呢 我這台電腦有四個核心 0 1 2 3 好 那右邊呢 是它的對應的是什麼 對應那個 TIME SOAR 講出來那個 INTERRUP SOAR 所以比方說我這個有一個 System Timer 然後呢 再來是有一些對應的啊 比如說 像什麼 8042 好 我們來看一下畫面中 數字最大的東西在哪裡 數字最大的東西在這裡 叫做 應該說這一頁最大的 叫做這個 LOC 所以你可以看到是什麼呢 它是個東西叫 Local Time INTERRUP 然後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 這個Local Time INTERRUP 基本上它數字很接近 所以大家可以猜的數字是什麼 這是每一個CPU CORE 它基本上有一個對應的Local Time INTERRUP 所以基本上就是CPU排程啊 或者做最近動作的 就是依據這個 就是依據這個 INTERRUP 初發的時候我去更新我的這個數字啊 做做對應的行為 好 然後呢接著呢 你會看到另外一組數字 這裡 另外一組數字呢 叫做什麼 RESCHEDULING INTERRUP 然後 所以你從這兩個數字呢 你可以猜的出 大概 大概怎麼會是 你從這一個數字 跟這一組數字 你可以猜出什麼 這個東西呢 跟多核心的什麼 排程跟多核心的這個 這個資料處理 有很大的觀點 好 所以我們先為你概念去 好 然後 所以你在Linux上呢 你可以去觀察 好 就是說觀察在上面 好那上面有一些對應的解說 就是 像什麼LOC啦 或是那個 呃 或是那個 其他的那個Source 好 然後呢 接著我們要探討的地方 是在 Context Context 其實基本上 你會覺得說跟這個 跟這個 英特爾 你可能問我 說大概是兩個 沒有什麼關係的事情好了 尤其你教科書的觀點 對不對 因為講到這個 基本教科書通常跟你講說 同步對不對 同步講完之後呢 那講到什麼 呃 那個什麼 講到這個 intra handling 然後 反正說後續 SMP啦 那你發現很多東西都是 乍看起來 沒什麼相關的 那但是 以這個 處理的操作來講的話 這個東西都是其實相關的 我們來看一下 為什麼我說 康克switch呢 他的這個 跟一段是其實相關的 好我們來看一下 在這之前我們來解釋一個東西 叫做 Context Context這個字很難翻成中文 因為這個 你只能把它翻成那個 先行提要啦 或是這個 說話那個 那個這個 說話多一些前一後五類 所以基本上 對我們來講的話 就是 你不要說像我們剛才 探討什麼議題呢 探討就是說我們在 休息之前探討過這個 發展說 realtime 發展說這個 linux的一些機制 那你也可以保存在系統的Stack裡面 那 甚至一組特別的 特殊的佔領器 在某些 CPU架構 比較暗的那個 Codex M M Codex M的架構呢 M要怎麼比 M要怎麼比 Codex M 那Codex M的話呢 它有一些東西會幫你保存下來 它有些像這個是 MSP跟那個 PSP 像這種 那這個東西跟CPU架構有關 我們再講一次 所以一個被打斷的任務 它的Context可以保存在哪裡呢 可以放在這個 LocalStack裡面 也可以放CescentStack 或者是放在特殊的 CPU佔領器裡面 好 那我們來繼續看下去 那如果我們今天來看的東西是 Context Switch 跟什麼 introlog 這兩個東西其實都是在 伴隨出現的 這兩個不是完全獨立的概念 它都是伴隨出現的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這張 畫面上這個示意圖 這個示意圖就是說 你看原本有任務執行到一半 那中間發生某些事情 比方說我們要講到一半 我們小姐送什麼 送一個 注意到這不是酒類 對不對 看起來是 看起來很高級的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綠茶 所以如果說我講到一半 你知道為什麼要送綠茶 就是提醒我要講中段 才有梗對不對 所以我執行到一半 然後被打斷 被打斷 中間我比方都拿去喝喝飲料 所以你要想 它ISR執行到一半的時候 下一個中段又出現 所以我的ISR執行的狀態 也要被保存下來 如果你要支援這種潮狀 然後呢 我再特別強調一下 這個台灣 繁體中文的這個翻譯呢 Nasty 翻譯叫做潮狀 不是什麼套籤 然後是什麼鬼東西啊 就是沒有文化才這樣翻 有文化是翻著潮狀 那所以這個 這個潮狀的這個 中段處理 所以我就要層層的保護 保護 保存 這個context 然後當然 你做完之後要還原 還原回去到原本的context 那最後呢 你再注意到 最後才怎樣 回到原本的任務 所以就知道這個行為 好 那 有一個中段很特別 這個中段叫做 clock interrupt 這個中段之所以特別是 因為很多排程 不要說rong robin rong robin 本質上是跟優先權無關的 rong robin 是跟時間有關的 但相反簡單 反正就是 假設你今天有兩個任務 反正你就 A一個單位 B一個單位 就AB 切換 那如果是abc的話呢 abc各一個單位 各一個時間單位 所以 時間到就是abc abc abc 好一直連下去 那 所以你可以知道一件事 排程 排程來講的話 其實很重要的議題就是什麼 就是要一個timersource 來做什麼 來做clock interval 那 所以可以看到說這個議題來講話呢 我們要怎麼設計一個作業系統 很多時候你只要做一件事就是 你把schedule寫在什麼 行在timers的isr裡面 你就可以做出一個簡單的這個作業系統 所以這個畫面上來講的話 dispatcher 它本質上就可以當做一個什麼 你就會當做這個 當 就打來時做一個schedule 選出下一個我們要直前任務 你這樣就一個小型的OS就做出來 小型的多工作的行動就做出來 然後 那 接著我們來看 這個clock interval 依據它的特性 我們可以分割成幾種 主要有兩種 一個是基於固定間隔 我們這種叫tick tick base 注意到這個做 那 因為這個 時間間隔 我們又就稱為叫做quentin 所以 因為它是叫時間的 Time Quentin 那 所以我們又稱為這個東西叫bisquentin 就是說我們每個間隔 所以你看到畫面中看到這個t0 t1 t012 持續到n 這都是怎樣 它是固定間隔 這個我們稱為叫做tick based 或者叫bisquentin 那另外一種變動呢 是event based 就是說你可以注意到 這前面呢 這張這個畫面 這個畫面可以看到012都是怎樣 都是 都是建個固定 但是呢 在這個畫面 注意到這紅色的地方 它是變動 變動的間隔 好 變動間隔這個東西很重要 為什麼 這意味著什麼呢 意味著 如果的CPU 好 注意到喔 你看喔 如果CPU它是需要休眠 就是說 我有機會 我沒有事之後就是休眠 那 我休眠的時候 我怎麼知道 什麼時候要起來 所以這樣看不到 每隔一段時間 會把這樣CPU 換起 那沒事做呢 再繼續睡 所以就是 醒醒睡睡 醒醒睡睡 好 這是原本的行為 那如果說 你可以把這個 Kernel改成什麼 Event-based 就是說呢 我有機會等一下 把這個間隔拉長 也就是說 如果你沒有外部事件 我根本不需要把CPU叫起來 我根本不需要排層 我不需要做別的事 那這樣的 有機會讓什麼 讓Linux kernel做到更 更 更 就是更有 更 更省電 所以這個東西很重要 然後它除了省電 還有一個狀態動機 因為你這樣有機會 讓整個 同樣是 Timer 但是呢 因為我們的設定方法不同 一個是固定間隔 注意到前者是固定間隔 後者呢 是變動間隔 那如果你變動間隔 設計的當的話 你可以讓整體的 Timer的數量降低 Timer的時候 Timer的數量降低 意味著什麼 CPU有更多的時間 做 運算 你不會被打斷 因為CPU很快 周邊很慢 那CPU跟周邊 靠著什麼 靠著interrupt 去通知說 我的資料完成了 或是什麼狀態要檢查之類的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探討這個Latency 那Latency 基本上就是說 我從這個 注意到Latency 都是以重要的任務 來做觀點 我們今天講 RealTime呢 不可能每個地方都是RealTime 就像前面講的 Printed F來講 不可能每個環節都是RealTime 它只有 針對重要任務 好 所以什麼叫Latency 就是一個重要任務 排路到真的執行 中間的間隔 我們就像Latency 好 所以它地方來源哪些呢 比方說有這個 這個 來自硬體的那個 interruptcy 然後呢 再來什麼呢 中間執行要花時間 對不對 要一個interruptcy 然後呢 接著呢 我們接著要重新排程 注意到 重新排程 那重新排程的時候呢 要注意到 選出下一個任務 也是要花時間的 如果你的系統任務非常多的時候 所以注意到 Linux可能花很多心思在研究的時候 讓這件事變得什麼 不是變快 注意到 Linux其實不是讓這件事變快 是讓這個東西符合預期 然後能夠擴充 可以解決更多問題 所以我們要注意到這個Linux的設計目標 其實很多時候 不是只是為了變快 不是變得好 很多時候我們在意的地方是 它能不能擴充 因為Linux的方案是single source 然後一直不同主態 然後做出不同的功能 然後做出不同的功能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在這個畫面中可以看到什麼 我們Linux來源的是什麼 interruptcy 然後Handle Handle的這個時間 然後Schedule的Duration 然後再加這個 它對應的Linux 好 那這邊快速複習一下 就是說在Linux客戶來講 我會有一個機制 那這個機制呢 把interruptcyndor 拆成兩部分 一個叫top half 一個叫button half 那這個top half 故事就是前半段 就是說 我說到interrupt 盡可能趕快回應 那後半段就是說 我會重新是幹嘛 是重新排成 那為什麼要這樣設計呢 我們去思考一件事 比方說我們我們 我們這個滑手機 對不對 你看滑手機 那滑手機這件事呢 你 你你你你你你 想這樣講 就是你滑手機的話呢 滑手機 你等等你往上滑對不對 好做做出特定的動作 那這個是什麼 這是一個interrupt 然後它的回應 比方說讓你畫面更新 你才知道這個已經有 已經有什麼已經有回應 所以我們所謂的回應時間 就是說我今天一個事件出發 然後呢畫面真的怎樣 畫面真的彈出一個視窗啊 或者說讓畫面決動 這就是一個反應 事件出發到反應 好我們看中間花多少時間 那問題答案 如果這件事中間它是很長 就像更新畫面不要想換 你每天都在做很複雜的事情 就要滑手機 所以滑手機是很有意義的事情 因為你在體驗 在幹嘛 在讓研究 怎麼讓作為形容有事做 好 所以這件事呢 是一個很複雜的事情 那這件事一既然很花時間 因為你要做 想像可以做的是非常多 那做到一半 如果呢 如果有什麼 網路風暴進來呢 然後如果有別的 像什麼TIMER的INTROAD發生的話 你怎麼辦 所以事實上呢 這個TIMER跟INTROAD之間呢 都有什麼 都它都是一層一層的關係 在 就是一 就是 它可能時間間隔都非常接近 所以為了這個問題 我們要解決的話呢 我們的做法就是把這個TIMER 把這個TIMER 把這個INTROAD INTROAD把它撐兩部分 那盡可能讓什麼 讓可以被打斷的部分 就是可以被晚點做的部分 拆開來 像以螢幕來講的話呢 滑手機這一點來講的話呢 哪些東西不能被打斷 表示我要趕快取得資料 那我們要知道一件事喔 取得資料的話 以這個畫面來講的話呢 你可能需要什麼 你需要這個ADC 就是這個數位類比轉換 然後或者說你需要一個 特製的電路去取得它的數值 所以取數值這件事要趕快取 因為不取的話就是這樣 不趕快把數值取出來 你的當下行為就沒有效了 對不對 所以你要趕快把數值取出來 取出數值之後呢 我趕快把這個數值 SY的數值 然後把它丟出去 丟出去之後呢 丟到別的這個 KERNOL的TASK去執行 就比方說去通知畫面更新 這種的 我們晚點再去通知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的TOPHELL就是滑手機 取數值 那另外一個地方是什麼呢 另外一個地方就是 我去做出對應的動作 不管是更新畫面 更新網路貨包 或者是把其他任務叫起來 這次叫BATTIAL 好 那這是Linux客戶 這個INTEL HANDLER 那我們可以知道一件事 如果說你看到這個畫面中 只有兩個TASK 一個TASK A 一個TASK B 然後呢中間有一個什麼 你中一個HANDLER 好 那這個HANDLER呢 他試著把TASK B叫起來 那這件事是要花時間的 那我花的時間越長 意味著什麼 意味著 INTEL HANDLER的執行時間越長 意味著什麼 B真正能夠執行的時間 就越長 越久 所以雖然滑手機 就像這個畫面上這樣 你原本有一個任務 A 對不對 因為滑手機需要做B的動作 但是因為你這個HANDLER執行越長 那你被耽誤的時間 就越拖越長 我們想要降低什麼 想要降低這個時間的成本 然後我們怎麼做到認識呢 這時候我們要講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叫做 叫做PREENSION POINT 然後呢 這個注意到 這個東西呢 我們今天講很多東西 都是舊的東西 只是從Linux重新把它整合 在PREENSION POINT PREENSION POINT 其實他在SGI SGI這家公司的那個 作業系統叫IBEX IRIES IRIES 做會系統裡面它那就有這樣的一個設計 iRIES 這個IRIES 對 如果說你有中間有什麼問題啊 或者是有什麼關鍵字啊 歡迎你把它在概念底下 幫我們的記錄一下 那就是剛才講到這個Q&A 所以如果有問題可以先把它寫下來 好 那我們再繼續看下去 在這個過程中呢 就是會做一件事 就是安插對應的這個 pre-entient point 所以你可以想一下左邊 注意到左邊 左邊呢 某個時間點 在左上角可以看什麼 Test2被排進去 那Test2排進去到實際被執行 其實它有個時間進步 這個東西我們就叫latency 那pre-entient point的概念是什麼呢 就是說它在這個系統很多地方安插一些pre-entient point 安插一些這個動作 這個動作去檢查有沒有更高預算的任務 如果有 我就讓它去執行 所以你可以看到整體來講的話呢 這個Test2可以被執行的 從它排路被執行到實際被執行 這個間隔就縮短了 那也就是說它的latency就縮短了 好 注意到這件事 所以一旦latency縮短的時候呢 我們就有機會怎樣 讓這個 因為Test2比較重要 所以我們講的是什麼responsive 或是responsive needs 基本上是針對什麼高優先權 所以高優先權的任務 它的什麼 它整個反應時間就變短了 注意到這件事 所以我們今天在探討就是說 Linux跟什麼商業的 或是說特製的作業系統 其實很多時候就是這方面的差異 那這邊的手法就是 在通用的作業系統上面安插preension point 那這個東西是來自什麼 來自這個剛剛有講過 來自這個Iris 在這個SGI的Iris Iris上面就已經有這個機制 好 再繼續看下去 好 等下 休息一下 好 那我們繼續來看這個回來看這個 Iris 那我們前面講過這個 Iris的Linux Iris的處理 分兩部分 一個就是top tail 一個是button tail 那button tail 注意到右半部分 button tail 後半部分 我們有什麼叫sofIris 為什麼叫sofIris 因為它是可以由軟體決定什麼時候去執行 好 我們再回想一下 有個東西叫什麼 叫做軟體中斷 軟體中文是有軟體可以支配 我可以知道說它具體上什麼時候被執行 好 這東西叫什麼 叫軟體中斷 那軟體Iris也是一樣 它是可以這樣 有軟體去支配 軟體去知道說 它是安排什麼時候被執行 好 這東西叫做soIris 那 所以呢 我們為了要避免這個nasty interrupt 避免這個使用的體驗 或者說漏掉某些interrupt 所以我們把這個系統拆成top tail 跟榜條 那 那這個 但是我們要注意到一件事 就是收了IQ的話呢 基本上它只是interrupt處理的什麼 後半段 那這個後半段本身呢也是怎樣 也是在interrupt context 都會執行的 然後注意到這件事 跟我們所謂的schedule不一樣 schedule是選出下一個任務 但是呢 注意到一件事 就是我們所謂的soIQ只是怎樣 把interrupt handle拆成兩部分 我 我把那個把它拆成兩部分 所以呢我可以把那個top tail 好幾種不同的top tail 它可能因為一旦發生就要處理嘛 對不對 那趕快處理完 然後後半段就是我系統可以把它 把它模移動到後面去 所以本質上呢它還是要執行的 而且呢它的執行是怎樣 它是所謂的interrupt context 它整件事必須等一下 必須在一個期限內完成 然後它跟那個一般任務是沒有 它跟一般的任務是有區隔的 所以注意到 在linux的這個button tail呢 基本上它也是在interrupt context 然後呢這邊有一些示意 我跟你講說這個這些什麼這個 影響到這個irq的interrupt的執行時間差異 然後呢再來一個東西是這個schedule 那不過我們今天的重點 不是在探討schedule 所以我們就先把它調過這個部分 好 那事實上呢在整個系統來講的話呢 帶來這個latency的來源很多 系統的來源是來自這個 來自什麼呢 來自MNU 我們知道一件事MNU在做什麼 MNU在做Virtual Address 然後BA 轉換到什麼PA PA就是Physical Address 所以我從虛擬記憶體位置 轉換到實體記憶體位置 但這件事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比方說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東西叫什麼呢 叫做Page Vault 我如果存取一個不存在的 就是這個整個對應不存在 那事實上這是一個很麻煩的問題 因為這時候作業熊射入的時候呢 就很麻煩 所以Page Vault 一旦發生的時候呢 作業熊要做什麼事呢 最常做的事情就是從 就是觸發那個swap 就是那個把這個 把這個 把這個disk裡面的資料 搬動到什麼 記憶體裡面去 這個花費的時間非常長 那整個它導致的latency 是非常長 裡面要估計的 好 那這個當然 顯然會影響到什麼 它顯然呢 會影響到這個 這個realtime的表現 注意到這件事很重要 好 再繼續看 好 那接著我們來看就是說呢 這個在整個設計 來講的話呢 我們要考慮到另外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呢 就是說 呃 不是問題啊 我應該怎麼講 就是說我們要考慮到這個 另外一個議題 另外議題就是說 Linus kernel的發展 因為我前面講過 Linus kernel的目標 是做到single source 就單一的這個核心可以 可以逐步被擴充 好 那在2.6.23 Linus呢 持做一個全新的schedule 這個東西叫cfs 這個f呢 是fail的意思 就是這個公平的意思 然後 呃 這是在Linus kernel 發展一個很很重要的一個突破 因為過去Linus kernel的發展 有 有很大比例就是經驗法則 像Linus kernel的時候 他沒有見什麼數學模型 最開始都是造了某種經驗 看著模型做一些 我們不要Minus做 Linus用比較簡單方法去做 那最早的地方是這樣 經驗法則 那後來呢 在2.4之後呢 開始有一些商業公司 投入 或是研究人員 有投入很大心力去改善Linus 那把它變成一個 研究相關理論 然後提升它的品質 那2.6.23開始呢 有點不一樣 它就是戳合這兩個 一個是經驗法則 一個是有理論的 所以這cfs兩個都有 有理論基礎跟這個 對應的這個 大量實作經驗 那這個設計 cfs的設計呢 它是這樣 它的這個複雜度呢 是 複雜度是log n 注意到log n 那 所以在rong queue裡面呢 在 就是它的那個複雜度 是取決於什麼 你的這個任務本身 你的rong queue有多長 所以它複雜度log n 那但是呢 如果你要選擇任務 它其實它時間是長數時間 那它裡面用的這個 你可能知道 它用的是紅黑素 這個是長數時間的 好 然後呢 接著我們來看一個什麼呢 今天Linus呢 Linus呢 基本上還做什麼事呢 就是在這個 還有realtime API 注意到這邊realtime API 那接下來就是 剛才講的什麼東西 是PSE51系列的那個 那就是 就是這個 你在畫面中看到這個 i2o1 103.1 2001這種 就是放這個部分 然後呢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說 這邊又是複習啊 複習103.1b的realtime extension 就剛才講過那一大堆 然後 那Linus kernel 在2.6之後呢 開始做一些擴展 那 接著我們來探討東西 像第一個叫 Grading interrupt 然後 rtmutex 再來是這個 把一個機制呢 叫做 big kernel lock 打掉 那我們之後呢 會來特別專門來探討一個叫做 kernel lock kernel synchronization 所以我們今天就不特別探討 BLK 這個 不是BLK BK big kernel lock 那 2.6.37開始 這是很重要的宣示 因為 意味著現在kernel的locking 是很細緻的 好 但 這個 對這個 多核心的效能影響是很大的 好 那我們今天要探討兩個主題 就是一個叫 threading interrupt 另外一個是rtmutex 那 在這個 kernel kernel的選項呢 有個東西叫 creation model 那就是可以選不同的主題 好 那 可以選num的話就是 沒有做kernel的preation 那 再來是你可以整 把這個kernel打開成 create 那你也可以 如果你 加一些調整之後呢 它可以變成printrt 好 這就是我們今天要來探討的對象 那在這之前呢 我們必須解釋一個很重要的詞呢 叫做 priority inheritance 好 那稱為叫什麼 這個 呃 這個叫 這個東西叫什麼 叫說起來叫pi 那 解釋pi之前呢 我們要解釋另外一個東西叫 priority inversion 好 注意到 這個priority inversion 就沒有縮寫了 只有pi 好 所以我們講pi是講 priority inheritance 但是 priority inversion 什麼 的 的解決方案之一 好 所以我們來開始來看一下這個東西叫 piority inversion 你可以看到畫面中有 有三種不同等級的 的 任務 最底下是低優先權的 最上面是高優先權 然後中間有個叫做中度優先權的任務 好 那如果呢 一開始 這個低優先權任務取得一個mutex 這個mutex呢 很可能保護什麼 然後保護這個 保護 中端機 保護網路 反正總之是共享資源 好 那 這個共享資源誰在用呢 基本上有兩個任務在用 一個是優先權比較低的 優先權低的任務 一個是優先權高的任務 這兩個 那 優先權高的任務必須要等到什麼 等到這個低優先權任務把這個資源釋出 這才可以這樣 才會繼續執行 好 可是如果很不幸的就是剛剛是 當這個低優先權任務執行到一半的時候 有個中度的 中度優先權任務執行 而且呢 而且他沒有 停止的跡象 所以 意味著什麼 意味著 我原本這個低優先權任務呢 他就被這個 中度優先權任務搶走 那你說 不是有個高優先權任務 好 悲劇的出現了 因為高優先權任務一直在等那個mutex 他一直等一直等 好 所以他根本沒有機會等一下 沒有機會繼續執行 那 一旦 一旦 中度優先權任務 他執行多久 那表示高優先權任務就這樣 就 就必須等多久 因為他必須要等到這個低優先任務這樣 釋出這個 釋出這個共享資源 好 那所以呢 有個解法是這樣 我們稱為叫做Priority Inheritance 因為 剛才之所以會翻中酒禁是來自說 低優先權任務這樣 他持有這個lock 持有這個共享資源 但是 因為他背什麼 他被搶 他被搶佔 他被搶佔 被那個中度優先權任務 re-end 那如果說我們就把 我們再暫時把這個低優先權任務把它拉上去 把他優先權任務拉到跟什麼 跟高度優先權任務一樣高的時候 至少比那個中度優先權任務還高的時候呢 這個lock是不是有機會釋放 那一旦lock有機會釋放 釋放了當下 再把優先權把它調回來 好 那這個東西我們稱為這樣 Inheritance 繼承什麼 繼承高優先權任務 為了避免Priority Inversion 因為原本高中低這種優先權順序 被什麼 中間優先權的東西打亂 好 所以呢我們要知道一件事 我們剛才講那個Pi Pi就是Priority Inheritance 的什麼 的縮寫 好 那我們剛才講過一件事是什麼呢 就是科朗裡面有個東西就是針對 針對這個Pi RT Inheritance 去實作一個Mutex 好 所以呢基本上 RT Mutex 它本質上還是Mutex 但是它在操作的過程中有考慮到什麼 Pi Ority Inheritance 那值得注意的地方是說 如果你的整個系統要做到RT Mutex 它不是只是科朗要做到RT Mutex 不是只是科朗要做到那個 考慮到Pi Ority Inheritance 事實上連包含GDivC 包含說上面的應用程式 都要考慮到Pi Ority Inheritance 所以比方說在很久很久以前 久到我已經忘記什麼時候了 比方說那個 好 Mutex 好 比方說呢在這個GDivC裡面呢 其實有個什麼 它其實很早以前就有人在做這個上面的研究 我們來看一下什麼時候 咦 怎麼現在才有啊 奇怪 RT Mut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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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事實上呢在整個設計來講的話 事實上在 不是只有科朗有 事實上在User Space的那個GDivC呢 其實也要考慮 要實做什麼 Pi Ority Inheritance 所以要特別注意到這件事 好 那所以RT Mutex是考慮到什麼 考慮到Pi Ority 有實做這個Pi Ority Inheritance Protocol的這個Mutex 所以要主要研究一件事是說 這本身這個Mutex的成本 其實是比一般的Mutex 來的大的 注意到 它的成本比較大的 好 那接著我們來看繼續看下去 呃我們要介紹另外一個東西叫什麼 叫做HRT 那在介紹HRT之前呢 我們要來介紹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叫做Resolution 這個Resolution呢絕對不是只是 這個Resolution不是這個Resolution 雖然有點關係啦 但是我們今天不是在講這個 我們在講說Resolution背後的什麼 背後的觀念 那我們來看一下有個詞呢 有個關鍵詞叫做Spartular Frequency 好 注意看這個東西是什麼 這是高雄醫專的這個 後來叫做高雄 高雄 高雄醫學大學的 高雄醫學大學的一個共品 那它的Spartular Frequency 又叫 中文叫做空間頻率 那事實上很多東西都是有這種關聯的 我們的縱 我們的橫種呢 以這裡來講的話 橫種是什麼 是時間 那這種種呢可能是頻率 這種種呢很可能是次數 好 那我們可以把很多資料 比方說什麼 比方說把聲音 把空氣變化 然後把這個 把很多數值呢 表示成這樣 那 所以你可以得到這樣的圖 那當然 聲音可以這樣做 影像也可以 影像也會有相對高頻的區域 相對低頻的區域 好 那 所以你看到這個畫面上 你可以看到這個 這個黑白相見 你可以看到頻率低跟頻率高 相見頻率高的 就像左上角 相見頻率低的呢 像這個 左上角 好 那中間你可以看到頻率相對量 相對比較低的 好 那 在這個 空間頻率呢 這個東西很重要 因為空間頻率 它是一種資料處理的 這個 你表達資料的方式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一件事 就是 好 等於我們來看 直接看重點好了 好 你看到畫面中看到這什麼東西 這你還是想像對不對 因為你發表想像力對不對 這看起來有可能是一個 一個什麼 酷斯拉對不對 摩斯拉 酷斯拉對不對 看起來很像那種孔的樣子對不對 然後 然後 就是它底下噴火對不對 就 然後可能在移動 然後如果再往下捲一點 咧 好像有點感覺對不對 就是 好像這個看起來是 S型東西對不對 好像有點感覺對不對 然後再往下的時候 啊 有感覺對不對 就是我們的那個 我們的國民女神嗎 叫做Coco嗎 Coco里文 所以你可以知道一件事是什麼 就是說 我們的理想同學呢 跟我的資料表達了什麼 表達的細緻度有關 那 你看喔 如果說 我們今天去做什麼事 我們來模仿一下里文好了 好 這個里文這樣對不對 好 就是 人家做比較可愛 好 但是你看 我跟他這個樣子差很多對不對 就是這種做樣子對不對 人家比較可愛 但是 直到我的鋁索蘆選不夠高的時候呢 會發生什麼事 鋁索蘆選如果不夠高的時候 會放 會是像這樣 那你會覺得說 我們兩個 就是我跟里文 可能做出這樣的動作的時候 這樣動作的時候 然後你會覺得這樣 是一樣的 所以你會分不出差異 好 那 我們來思考一件事 好 我們來看一個東西 鋁索蘆選 好 我們來去思考一件事喔 比方說我請求去Sleep 那 我們期望的Sleep 是這樣 就是說我請求10秒 就睡10 我請求10ms 就睡10ms 我請求15ms 就實際睡15ms 20ms 睡20 對不對 這是我們期望的價值 但是如果你的 鋁索蘆選不夠高的時候 你會發現一件事 你要求睡10ms 睡20ms 睡15ms 當我在15跟20的時候 你會發現怎樣 它是一樣的 為什麼 因為你的鋁索蘆選是不夠的 所以你會看到 右邊有個東西叫什麼 HZ HZ是什麼 HZ就是我的什麼 我的頻率 所以注意看 我們整個頻率 所以你看這個東西很好玩 好 你看 這個 這個 通常叫做我們這個 空間頻率 所以你看 你必須思考一件事 以這個例題來講的話 最 上面這張圖 好 講錯了 這張圖是怎樣 是 Programmer 城市設計者的期望 也是外界的期望 他希望說 我要求做系統去Sleep 我睡多久 我要求的數字 實際上就睡多久 但是 作業系統如果呢怎樣 它的那個 它的頻率不夠高的時候 你看 頻率不夠高的時候 剛剛那個狀況 悲劇的狀況是在什麼 在HZ等於100的時候 那如果我們要做到 那個效果就是睡多久 比方說我睡10ms 就真的睡10ms 15就是15 那這時候呢 你的這個Frequency 必須拉到什麼 1000 拉到1000的時候呢 意味著什麼 意味著 我要做什麼事 我的timer的間隔 就要更頻繁 timer的間隔越頻繁 你會不會影響到效能 會 所以我們要知道一件事 就是說 你要付出的代價是環環相扣的 CV不是只是在做運算 CV很多時候是在回應什麼 外部的中斷 那外部的中斷 來自什麼 來自time and frequency 好 所以我希望大家 回去看一下這個 這篇文章 這個 這個 這個的 空間頻率高低 跟你的什麼 你表示資料的那個什麼 表示資料的這個 呃 資訊的豐富程度 有關 那資訊 程度 豐 豐富性越高 那你付出的代價是越高 尤其以運算的觀點 你要做 CPU不能全心全力用在很重要任務 很重要的運算上 我必須花很多時間在幹嘛 回應 回應我的timer 所以注意到這件事 好 接著繼續看下去 那這個過程中呢 我們要涉及到一個議題 就是說 我們希望做到的事情就是 讓整個litence降低 一旦litence降低的時候 我們才有機會怎樣 你看 重要任務排入到被執行 這個時間縮得越短 我才能確保什麼 才能確保說 重要任務 它可以 它可以怎樣 它可以在 時間內可以完成 如果重要任務 always被拖到很後面去 那整個系統就處於這樣 不可知的狀況這樣 如果整個系統處於不可知的情況下 那你整個這個litence的動作就會非常差 我甚至剛好數法叫做litence capability 就是說我這個 我這個litence的能力本身就會越差 所以我剛才可以通過 然後改善流態的方式是怎樣 我去安插preension point 所以注意到中間的畫面來講 它是什麼 它是安插了preension point 然後呢 所以本身呢 kernel怎樣 就有機會讓這個重要任務 早一點被執行 好 那 我們前面有講過一個kernel的改進 叫做什麼呢 叫做 叫做什麼呢 叫做Threaded Interru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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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interrupt 當做一個什麼 當做一個kernel frame去執行 把interrupt 因為原本interrupt 不管是top hell 或是bond hell 它都是一個interrupt context 那今天把這個東西 當做一個什麼kernel frame去執行 這種稱為叫做Threaded 注意到後面有夾ed Sreaded Interrupt 然後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Sreaded Interrupt 對系統的影響 所以你可以看到原本的那個 原本的時候這樣 就是我有interrupt indoor 然後我有這個 sovrq 然後呢 有什麼呢 有各式各樣 timer 其他部分 好 那這些操作呢 本身都是叫什麼 interrupt context 好 然後呢 process會有兩部分 就是我們所謂的這個形成 台灣的翻譯 不叫形成啊 不是進成啊 就是為什麼不翻成進成呢 我覺得這個台灣的這個前輩 也是蠻聰明的 因為你翻成進成的話 那那個chair process怎麼翻 你不就翻成子進成了 對不對 所以這很蠢的 自我沒有文化 你才會把chair process 翻成子進成 對 所以我們要把它翻成子形成 對 事實上的process呢 它並不全 都是在user space process 也可能會在in kernel 好 這個 所以要注意到的意思 process in user space 也有process in kernel space 什麼時候process 會in kernel space 有一種可能 就是什麼 執行系統呼叫嘛 對不對 然後比方說我這個process 呼叫什麼 open 那呼叫open也好 呼叫close也好 呼叫read也好 呼叫right也好 基本上大家花時間了 然後這整體花的時間 是統計在整個process裡面 這個這個 時間的那個範圍內 所以我們去思考一件事 process是什麼 process是一個抽象層 它把這個cpu的資源 把它包裝起來 不管是時間也好 不管是這個cpu資源也好 不管是這個cpu資源也好 不管是核心 多個核心也好 總之它是一個抽象層 把這個東西把它包裝起來 那總之你就是 你就是呼叫你的系統呼叫 你總之就呼叫你的這個 各式各樣的function 那做各式各樣的操作 對不對 所以注意到 process是一個執行的 運算處理的單元 然後呢 執行序 在另外來講 執行序是一個什麼 是一個 執行序是執行的一個最小抽象單元 所以比方說我們在執行序 比方說我對應到不同cpu 第一顆第二顆第三顆第十顆 那每一個核心上 它可以有一個 一個執行序 也可以有多個執行序 那每一個執行序 都是抽象最小的單元 然後呢 一個process裡面可以有 若干的process 講說若干的thread 好 那所以我們注意到 原本的運算是長這樣 那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在printrt來講話 在printrt來講話呢 所有的interrupt context 全部轉的是什麼 全部轉成一般的cpu thread 所以注意到 這個timer也好啦 什麼network stake什麼回答 反正全部都是cpu thread 就是一般的cpu thread 所以一般的cpu thread 它就怎樣 它會給予不同的優先權 那當然它會有競爭的關係 那接著呢 直接去考 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除了極少數的東西 是符合原本的行為 原本行為是下面這個 就是原本這個藍色的部分 然後呢 這個 我們稱呼一下no delay no delay就是說它不能被打斷 只有極少部分變成no delay 這主要就是time的部分 除了極少的地方是no delay 其他地方都是可以這樣 可以被打斷的 好 那這樣的話變成什麼呢 你一旦的優先權變高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去打斷 什麼 intra處理 即便原本它是這樣 身處於intra context 注意到這個議題 好 那 所以中間會有些調整 那事實上呢 這個 整個這個spinark 其實它的行為都不太一樣 在過去的spinark 在過去liners的spinark 是怎樣 它會去disable kernel的preemption 因為spinark在單核跟多核的行為不同 我們可以看一下多核 多核型spinark是幹嘛 在多核心來講spinark 那就是確保說我的任務可以這樣 可以在單一的CPU 安安靜靜的執行 不會被打斷 好 然後呢其他CPU必須這樣 在這個spinark的區間內 就要等 等 等到什麼 等到做任務的那個 那個CPU做完 好 這是原本spinark的一個語意 那原本過去的做法是 為了要實驗這個語意呢 過去會怎樣 會 會 避免做這個preemption 好 但是因為我們想要做到是這個 整體的 讓整體的這個 RioTime的 可能變得變好 所以事實上 這個spinark的過程中 事實上 等一下 它也違反科目普遍選 好 所以就是這樣 所以在普遍RT來講的話 spinark的行為是改變的 是有東西改變的 當然它對應的操作也不太一樣 所以事實上呢 會有兩種 RQsale RQsale 在 沒有load 就是沒有那個原始 只有原始這個RQsale 才會這樣 才會disable interrupt 但是如果說有這個local RQsale的這個版本呢 是這樣 它還是可以讓你這樣 還是可以做有限度的 有限度的這個 這個這個 creemption 好 好 所以注意到一件事 就是說 事實上如果你要原本那個 spinark的行為呢 你要的版本是什麼 是raw spinark 所以注意到這個東西 如果你把它訊告成raw spinark 的話呢 它就變成最上面那種 no delay 好 然後呢 換一個角度說呢 就是semophone spinark 它本質上這樣 就轉成RQsale 轉成RQsale 它意味著什麼 它可以去處 它可以去處理這個 這個 priority inheritance 相對來講 它的成本 整體的成本是增加的 但是這個增加很重要 為什麼 因為我kno是fully preemptible 因為原本以前只有這個 user space 才能夠做到preemptible 所以注意到這件事 這個差異是有了 好 這個在我們上次的這個talk裡面 其實都講過了 那我這邊都特別提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說在實作層面的 這個實作層面的議題 我們來看一下 在打開打開的過程中 我們順便來複習一下 所以呢 我看一下這個 我的目標是什麼 我的目標呢 就是說原本呢 Linus kernel 它是怎樣 它是non-preemptible 然後所以只有極少的case下 它才能夠怎樣做到 它極少case下 才會做kno 才會做preemption 基本上它的情況在什麼 是在返回到user space時候 才做preemption 就是原本的一定是kno 那一旦呢 你去逐步去提升 安插這個什麼 preemption point的話 你安插preemption point之後呢 這個kno 你可以看到什麼 kno的這個能夠被打斷的地方 好 注意到這個顏色 這個綠色呢是preemptible 那那個紅色是non-preemptible 好 那這個這張圖要怎麼看 這張圖基本上它是個比例問題 注意到比例 那有朋友問到一個問題是 這個斜率 重不重要 這斜率不重要 注意到 斜率不重要 斜率只是跟你講說 那個比例的變化而已 好 那這個 這個過程中呢 就是因為我們安插很多preemption point 所以你看 那原本呢 只有在返回的嘛 反而userspace的時候 才能夠怎樣 才能做preemption 所以畫面中看到就綠色很少 就讓它就返回userspace的時候 但是如果你安插preemption point 安插了越多 你發現什麼 誒 我的能力呢就越大 所以如果你一旦在kno 每個地方都安插了 即便是spinlock 好 這個地方都安插了 你的那個幾乎每個地方都可以 就這樣 每個地方都可以做preempt 好 那除了少數的地方就是說 這個在特別明確標示出 呃 preempt disable 跟那種啊 interrupt disable的地方 好 扣掉幾少數的地方 所以紅色區變得非常少 只有這個明確宣告它是 preempt disable 跟interrupt disable的情況下 否則除此之外 每個地方都是可以preemptable的 what 這這這這這這這怎麼會這樣 飛去啦 好啦這個不知道為什麼打不開 誒 所以我所以誒 為什麼 為什麼打不開 奇怪 好不管 好打不開我們就不講了 好跳過 好 接著我們來探討另外一份頭影片 這頭影片呢 是這個 交通大學有一門課 齁 開得非常好 這是那個 交通大學的曹孝利教授 他開了一門課叫osdi osdi osdi這門課呢 是從這個卡內基美容大學 CMU 有個同名的課程 叫做osdi osdi osdi是什麼的縮選呢 osdi的縮選是這個叫做做一系統設計實作 然後這個是一個 我們來看一下第一篇文章 這個是一個教大學生 這個你知道教大有一個學層特別 就是所謂的這個叫做 叫做 電機學師 電機學師班或者所謂的精英班 反正就是你知道嗎 就是所謂的姿佑班 好 那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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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英班呢 有一個特別的叫做什麼 就是一到三年級 會把大學所有課程把交完 然後拼了命超進度 然後大師就讓你出國 出國去去交換學生 然後去 比方說他交換就是去CMU 我們知道CMU的這個這個 他的CMU Science 是全美國最好的 然後他非常非常輕實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OSDI 好 然後呢就是 就是教大呢有一門課叫OSDI 就是作業系統設計實作 然後 然後我們直接看 看差異好了 就是其實也不要放置非果啦 交通大學的全名叫什麼 叫做交作業大學 就是很多作業給你交 所以你到了這個 國外之後呢 其實作業的人 基本上也不見得多到哪裡去啦 當然 教大已經很多作業了 跟台灣其他學校比起來 很多作業了 但是要求業讀是比較少的 好 然後這個這個產學合作也是比較少啦 反正就是 就是做一做而已嘛 但是這個這個 在那個CMU的不一樣 他解決問題就是實際的問題 然後你要閱留大量的閱讀 反正你要讀完的資料 反正什麼鬼都是那種很大量的 一件大部分就是要做 做做做做做 要花很多時間做實作 好 然後要trace code 好 那這個 曹教育教授呢 他開了這門課 在交通大學開了這門課 然後呢 就是做一種設計實作 然後呢 這個 揭取一部分的投影片 那我們直接從到那個 因為前面都講過了 前面這個process context 然後我們今天直接講到 20頁開始 20頁 20頁在哪裡呢 好 這裡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這個這個議題 來看一下 好 第一個呢 第一個呢 我們來思考點是什麼 就是說 基本上呢 這有兩個process 一個是綠色的 綠色是process number 2 然後藍色的是叫process number 1 好 注意到這有兩個task 修正話 叫做process 然後有兩個process 一個 一個 一個綠色的 一個藍色的 一個綠色一個藍色 然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 注意到這個這個方面 這個一個綠色一個藍色的部分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他的一個行為 所以 這兩個任務呢 基本上怎樣 這兩個任務呢 基本上 你可能是 是音區不同的排程演算法對不對 你可能是long robin對不對 我一個task 執行到一陣子之後呢 換另外一個 一個process 執行到一陣子之後呢 就切換到另外一個process 好 但是呢 我們有些特例 比方說你可以看到這個畫面中 這邊有個特例是什麼 就是這個應用程式 這個process 呼叫什麼 read read的是什麼 read它是系統呼叫 當然 這個系統呼叫本身呢 它會包裝成一個library形式 西語言的library形式 好 總之你在第三步的時候 呼叫的系統呼叫 它的系統呼叫就叫read 好 那接著呢 這個 系統呼叫是什麼 系統呼叫是一個軟體中斷 一旦你呼叫軟體中斷 我的執行模式就會改變 所以我從以按來講 就會從什麼 會從user mode切換到sbc supervise mode 那我就從user mode切換到supervise mode 那所以呢 在user mode supervise mode的時候呢 會幹嘛 會去找相關的這個intra Handler intra vector table IBT 那IBT呢去查詢到什麼 它對應了 RQHandler 所以它找到就找到是system code Handler 那找到system codeHandler之後呢 去查 查是什麼 它是哪一個system code 我知道是綠的 那綠的 基本上操作是什麼 它是檔案系統 那針對的對象是檔案系統 那這邊有個介面叫什麼 我們叫做virtual file system 那我們在這個 我們有個講座呢 在講什麼呢 叫做你所不知道心源 剛好這個月 上個月都在探討什麼東西呢 在探討物件導向設計 那VFS呢 基本上它提供一個物件導向風格的一個介面 這個介面裡面包含哪些操作 Read,Right,Close Close 或者說去檢查這個檔案的狀態 總之到VFS是一個抽象層 好 那再來是呢 它底層對應的可能是FAT 可能是對應到什麼 對應到EST4 這樣的檔案系統 好 那對應完之後呢 它當然會有對應的那個驅動程式 真的底層的 硬碟的驅動程式 網路 作業系統的驅動 網路檔案系統的驅動程式 講出來網路檔案系統對應的網路的驅動程式 好 那一切這樣的操作呢 做得怎樣 做得差不多之後呢 好 終於呢 終於這樣 終於在 好 注意到我們要返回去了 所以注意到8跟9 基本上是什麼呢 它是要返回去到什麼 userspace 那返回去userspace的時候呢 會呼叫一個 會叫做一個東西叫reschedule 所以我們要做一件事 這個時候呢 是reschedule 好 然後呢 我們來看了 這是什麼 系統呼叫的部分 好 另外一種可能是什麼 另外一種可能 就是從usermode到cernal mode 另外一種可能是什麼 是fast interrupt 所以你可以看到中間畫面那個 紅色的地方 好 就是第10步 這個第10步呢 這東西很重要 因為前面的東西是軟體中斷 所以我完全知道 什麼時間點會發生對不對 我呼叫reschedule 就發生了 但是在這個中間那個步 第10步那個動作呢 它是這樣 它是你更不知道 一起什麼時候會發生對不對 可能中間就是一個timer來的 不是網路風暴來的 然後就是像這種 這個這個 這個行為 它對應的這個l cube 好 那我們要知道一件事呢 我剛才在講到什麼呢 我剛才在講到這張圖的時候 好 再講到哪張圖的時候 講到這張圖的時候 那我們點出一個重點 就是說 prelential發生的機會在哪裡 返回到userspace的時候 我們來看一下 返回到userspace的時候 是這樣 當我在上面這一步 就是說這個第10步的時候 我做什麼事 英特爾發生 英特爾發生 我去找 從IBT找到對應的header 那就是去執行 執行這個isr 那isr呢 執行的尾次的時候 要準備 你看 about to return 對不對 就是即將要返回到userspace的時候 會做什麼事 會去檢查 要不要做什麼 reschedule 那接著呢 檢查符合reschedule的話呢 就會呼叫科農內部的一個 一個動作就是 就是重新排成 好 那所以呢 重新排成呢 如果你看到畫面這個 No.2是這樣 優先選比較高的 對不對 所以我就選出來 這個passing No.2 可以被執行到 好 所以可以看到說 這邊有一個pre-ent pre-entable的地方是在哪裡 是返回userspace的地方 好 好 那為什麼這張圖要畫成這樣 為什麼這張圖要畫寫的 為什麼不畫 不畫 這個這個 這個什麼直直的 筆直的東西 為什麼呢 因為你們注意到一件事 好 你可以想一下 我們把那個 我們要記得把那個 李文關掉 不然它會害我不能專心講解 好 那這個 這個 考驗議題在哪裡 就是說 因為 我們做這個pre-entable 其實這樣 它是一個狀態 它什麼狀態 就跟電路有點像 對不對 你跟什麼 edge trigger 有點像那個東西 就是說你在量測訊號的時候 找一個比較漂亮的圖 我們在量測訊號的時候呢 基本上我也考慮到一件事 對不對 就是說你看到畫面上來講的話 這個有1234 然後呢 它就遇到不同這個不同時機 那我們有趣一點是什麼 當我這個訊號 從0到1 1到0 好 那這個 這個其實它會有個狀態 這個狀 我會維持這個狀態 然後中間會有個暫態 那如果說你可以看到 如果說我們對應到這張畫面 這其實中間的intra handle 就是它其實一個 一個暫態對不對 你看到 我從這個number1到number2 其實它中間有一個過程 然後呢 這個過程才能夠讓我這樣做 做什麼 做pre-entient 所以為什麼這個圖要畫成這樣 其實就是把你剛剛那個展開 把它標進去 好 然後呢 我們再繼續看下去 這是叫userpre-entient 好 然後呢 我們接下來探討的東西叫什麼 叫做kernelpre-entient 這個前面這個東西好不懂 所以不會特別講 我們接下來講kernelpre-entient kernelpre-entient的話 基本上我們要知道的一件事 就是如果你要讓你的kernel 做得到free-pre-entient 這樣子才能夠縮減 縮減什麼 縮減重要任務的latances 好 那事實上你就要把很多東西要考慮進去 以我們這邊來講的話 我們要考慮什麼 system code 前面提到一件事就是說 像你可以看到 一個read 其實它想像中 比你想像中複雜很多對不對 它從virtual file system 到fire system 使作 到對應的這個 什麼 device driver 然後對應這個 對應的後續的操作 所以這個東西很長 你看 我實際上的system code來講的話 它有什麼 它實際上做的動作是第四 第五 第六 第七 知道那麼長的操作 而且中間動作還 無可避免設計到一些等待 為什麼 因為周邊很慢對不對 你的CP很快 所以就廣告台詞叫什麼 這個 這個 世界 世界很快 心者慢對不對 就是說我周邊很多動作對不對 周邊很多動作 我幹嘛 很慢 我心裡就要等 核心很麻煩 就要去等 好 然後所以我們來思考一件事 就是如果要讓科總可以fuly preenable system code肯定是一個很大問題 很大問題 因為system code值錢時間 它有時候長有時候短 然後另外一個東西是什麼 就是intra handle intra handle intra handle很麻煩 它發生的很頻繁 事情很多 而且 而且這當你怎樣 你可以注意到一件事 你呢 原本是這樣 所以你可以看到中間的紅色 連續的紅色是什麼 連續紅色的顯然就是什麼 顯然就是這個system code 還有這個intra handle 因為以前的intra context是不能打斷的 好 但是呢 如果你在裡面按插preension point的話 那你做出的效果就是什麼 就是在這個畫面中 你可以想想過這個什麼 我在system code 或者我在intra handle 有按插必要的什麼 preension point 所以我可以被打斷的地方 就增加了 好 接著我們來繼續看下去 我們要知道一件事 就是說 這裡有兩個觀念要去澄清的 kernel可以被打斷 不代表kernel是preentable 好注意到 這兩個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這個kernel會不會被打斷 kernel很容易被打斷 為什麼我們說kernel很容易被打斷 因為實際上我們講的kernel 是包含很多部分的概念 是包含什麼 包含說這個 系統布教 打斷系統 然後這個intra context 這都是kernel 那所以kernel被打斷 或是說kernel的動作 可以被打斷 這個東西怎樣 這是一個很常發生的事情 但是kernel是preentable就不一樣的意思 kernel preentable其實它的觀點是什麼 它是從重要的任務去角度去看 我再講一次 我們講kernel可以被打斷 它是著重於kernel的功能 系統布教 檔案系統 反正就是blahblah 注入詞內這個東西 不贅述的這個東西太多了 然後這個東西做到一半會被打斷 這個東西我們稱為intra 但是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我們講kernel是preentable 它的觀點是什麼 它是以重要任務的觀點去想 所以比方說你甚至可以設計一個 user past 它的優先權是99 就是最高優先權的 RT的piority是最高的 那最高的話變成說 它就有辦法去打斷kernel的每個部分 包含說cerncola 包含interrupt 因為它的優先是最高 這樣子我們才會稱為叫做preentable 它是以優先權關係去看的 好 那再來繼續看下去 所以在這個2.4 它基本上它是沒有能力做preentable 那你需要打一個patch 所以包含說你知道有本書叫什麼 就是lubblelub寫的 lubblelub 這個其實很酷 每次打它的英文就覺得很好笑 就是它的 不是lubble 是lubblelub lubblelub 那個有個google的工程師叫lubblelub 然後它的last name就是叫lub 那所以它寫的書就是什麼 lubblelublinus book 所以就是lubblelub 喜歡linus 然後anyway它的書叫什麼 它叫做linus kernel development 那在網上也可以找到很多copy 這個人代表懷疑我不要胡亂 這個人就叫lubblelub 然後這個mrlub 他很愛linus 他除了很愛linus以外 他在過去在2.4的年代 然後注意到2.4的年代 他針對linus做很多一系列調整 是來降低的latency 那這些成果呢 在2.4的時候沒有收入 然後在2.6的時候逐漸擴充進去 所以剛剛講的那些修改 都被陸續被整合進去 好順便來思考一下 所以你可以看到畫面中 注意到 畫面中呢 你可以看到這個season code 底下有個藍色的方塊 上面有個藍色方塊 對 這邊有個luck 然後這個luck進來 然後呢 你可以看到說 對照看一下 對照看一下上面的圖 對照看什麼圖呢 看 看 好 這張圖 然後我們對照看一下這兩張圖的差異 然後呢 這張 跟 這張 所以我們來對照一下這兩張圖的 看他本質上什麼差異 然後呢 我是不是解除解錯地方了 好 好 好啦 之後打開編輯器了 打開編輯器 剛好忘記要把那個兩張圖看起來齁 所以我們來想一下齁 就是原本這張圖 這兩個圖的差異在哪裡呢 喔 好啦 這兩個地方是我們特別有興趣的地方齁 所以來看一下這兩個圖 的圖的差異 真討厭 好啦 講到你這樣看得到 老錯了 這這這這這這 怎麼這麼難用啊 好 所以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兩張圖呢 你看到 就是說呢 這個上面這部分呢 有這個system code 然後呢 這個 下面一張圖呢 是system code之後呢 它伴隨著一個 一個intra handle 然後 我們去思考的地方是什麼呢 我們所謂的preemption point 基本上呢 在做什麼事 這時候我們來 這時候來說明一下 我們這邊的preemption point 在做什麼事 它基本上在維護一個東西叫preemption count 注意到 這是一個數值 而且這個數值呢 必須被 它的更新過程中是automic 它不能被打斷 所以注意到這個 然後在preemption point 很好去思考 你就想像一個情境 就是說 假設你家開一個雜貨店 雜貨店 當然 我今天講雜貨店 不是那個 不是那個 淘寶這種雜貨店 淘寶這個叫 假貨店 不是叫雜貨店 它叫假貨店 因為它的假貨比真貨多嘛 這個東西叫假貨店 好 那如果你開的只是一個 路上的一個那個雜貨店 那這個雜貨店呢 你想一件事 這個雜貨店 那雜貨店 因為門都開開了嘛對不對 然後那早上就開了 晚上 晚上才收 這個雜貨店 那這個雜貨店 你會遇到一個小遊蟒 小混混 就進來 對不對 那這個小混混呢 它優勢就比你高對不對 因為人家有拳頭對不對 人家那個 人家就是那個 人家就是那個 人家就是強占你的知情 所以他來搶你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 就是說他來搶你 好 那好 更慘的地方是什麼呢 過一段時間 小混混的大哥也來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小混混的大哥 他優先群更高對不對 那 這時候 你看到 當你開一個雜貨店 你是 裡面唯一的任務 當然你可能裡面有火技對不對 所以你身為雜貨店老闆 你優先群相比比較高 最低優先群叫火技 所以你講什麼事呢 火技要乖乖的去聽從 好 但是呢 因為這個土匪來了 土匪來了他的優先挺高 所以他搶佔你的知情對不對 所以他就叫pre-end 那 但是那個小混混他也有老大 所以他來 小混老大來的時候是那樣 就是他也去pre-end他的小混混 所以老大 pre-end的小混混 小混會pre-end的什麼 這個 雜貨店老闆 雜貨店老闆 pre-end的這個 店裡的火技 那每次pre-end的時候呢 我們就維護一個count 好 那 所以呢 我們 pre-end point 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我維護這個 我維護這個 這個 維護這個什麼 維護這個 這個 維護我可以去安插 好 安插這個就是我 我可以讓這個高位圈的 能不能搶 搶佔我的執行 好 然後我這邊維護一個數值 好 所以注意到這個東西 好 好 那所以要注意到剛剛那個 那張圖的重點在哪裡 我呢 在這邊安插一個 或若干的pre-end point 好 所以呢 這個安插的pre-end point 也是很有學問 所以在這個 Linux kernel 其實它 它Document有寫 就是說它有一些原則 它不是隨便安插的 好 然後呢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一件事 就是說 事實上呢 在安插pre-end point 不是光安插pre-end point 就可以解決問題了 事實上呢 這是一個很困難的問題 因為我們要考慮到一件事 你可以看到一件事 就是說你看 你看到這段畫面中 如果呢 我們今天是1跟2 注意到1跟2 Test No.1 跟No.2 這No.1呢 執行到一半的時候 幹嘛 就是因為我安插一些pre-end point 或是我這個 我這個Test2呢 它的優先比較高 所以它搶佔Test1執行 可是好使不使什麼 原本TestNo.1 它呼叫的 Season code就是No.1 但是呢 那這時候Test2也去執行No.2 好 那所以這時候遇到一個問題是什麼 你會有個中心叫 Re-entracy 好 所以 如果你的整個系統呼叫本身沒有考慮到Re-entracy 那一旦遇到pre-end point 的時候呢 它就會爛掉 為什麼 因為你這個 科隆沒有考慮到這個問題 它就導致結果是不正確的 所以你要去 這個 為了要實現pre-end point 科隆呢 事實上包含說Season code本身 也要能夠怎樣 也要能夠支援重新進度的這個 就要Re-entracy 如果你不做到這一次呢 它結果是錯的 結果是錯的 那後來 那當然這個行為是很危險 那個問題是很大的 好 那 所以呢 這個 PRE-RT的做的事情就是 它是一個非常長的一個過程 它一直去強化 好 能夠安插pre-entracy point的地方安插 然後能夠把什麼 把這個spinlock轉成RT-mutex 這是這種一些操作 好 然後呢 這個 今天我們沒有機會把這個東西探討完 因為實際上有很多議題就是 包含說這個 Linux在多核心 在多核心的系統中 怎麼去做出那個 多核6RT 好 那這邊呢 有東西值得探討一下 就是 我們今天有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來跟大家講一下 ELC 2016 ELC 2016是什麼呢 它是那個 Embed Linux Conference 剛好今天有穿這件 這個 Embed Linux Conference 那今天是跟這個 Open IoT一起合伴 好 那 我也不知道這個圖為什麼長這樣 懂得它就很酷就對了 好 然後 我們來看一下 那在這個相關的投影片 其實都已經放在什麼 它已經 這個 已經放在這上面 你可以去參找 哎呀 按錯啦 投影片 好 這是它相關的投影片 那有幾個東西呢 直接幫大家畫重點 因為我們這個 時間不夠我們這個 不夠我們講 那 基本上有 有三個是跟這個 綠綠碳相關的 跟三個跟綠綠碳相關的 第一個是來自這個 西門子 那 這個 這個念 這個JN不是念JAN 它念YEN 這個 德文 那這個 這個來自這個西門子YEN 那它 它就在探討這個 Zenormize3 好 那我們在之後的議題 會來探討這個 Zenormize3 所以我們今天就不太 特別探討 然後呢 接著是 ARN的工程師 來探討這個 Dayline Schedule 這個Dayline Schedule 這個很特別 這個Dayline Schedule 它其實 它是從 Linux 3.14 它是整個 整個 Scheduling Parts 最新的 從3.14克才有 那 我們過去的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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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的是有什麼 有這個 有 有這個 FIFO 跟 Long Robin 然後注意到一件事是什麼呢 這個 這個又更高了 注意到 這個 Dayline Schedule 它又比這上面更高 所以 我們去思考一件事 就是說 Normal 就是那些 好的那些姊妹 男人不壞 某人不愛 這個東西 然後這個 這個東西是什麼呢 這個是 原本的 原本的 這個 的那個 的那個 考討語 這叫什麼東西 就原本的Piorty 然後 然後再來是 另外一個是 就是原本在CFS的部分 然後你會有一個 就是 Real Time的這個 Schedule Schedule 就是FIFO 跟R 但是 Dayline Schedule 又很特別 它是比這個東西更上面 那它的存在很特別 它這個東西實在太特別了 這個 這個設計其實很 很大的問題 它要解決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是什麼 是在多核心的 它要避免一個 Star Vision 那 過去的那個 像 像過去來講的話 這個 Prenate會有些參考 它會跟你講說 不要把一個 一個 Rio Time任務呢 把設定 優先群設定成99 如果設成99的話 會怎樣 它可能會把CPU 支援全部吃掉 全部 好 所以 這個是一個很麻煩的問題 因為如果說你一個 優先群非常高的任務 它 排到99是最高的 那最高的話 基本上它可以 Prenate所有任務 那問題來 基本上 Rio Time任務不是只有它一個 它可能有其他的 Rio Time任務 可能優先權是90 或者說這個 85 相對來講 比較高的 那 導致說這個90 優先權是90 或者優先權是85的 根本沒有機會被執行到 那 所以 這個Data Schedule 試著提出一個機制 這個機制呢 它不是只是 平階者的優先權 不是平階者的 Schedule 基本上它有一個機制是怎樣 它要做到一件事就是 QoS Quality of Service 所以這個東西很特別 然後呢 在它裡面實作來講 會有一個 就是兩個 一個叫EDF 就是 哪些任務呢 它已經快到Dayline 我想辦法讓它先執行 那另外一個東西叫做CBS 這個CBS的話 這個 我這邊簡單講就是說 它是針對一個 它把時間 把整個 整個排層的間隔切成很小 然後 然後它設計一個機制 就是說 因為 我們 要實作的目的不是只是 做到優先權 基於優先權排層 我們還要考慮到 整體資源使用 所以我們把資源變成 你想要講那個 菜市場一樣 那有些菜呢 可能快壞掉了 但是不代表 講過 有些菜已經放了一天了 在菜市場賣了一天 它可能這樣 它再放久一點 它會壞 但是呢 如果你剛好怎樣 有人要買菜 然後它剛好 它只是想要買便宜的菜 因為它立刻回去 可以立刻煮 你可以去把這件事可以發生 所以你看 菜快快舉 趕快塞給某個人 對不對 所以很多超市 就是這種操作 它跟你講說 哪些是紅標商品 趕快把它買一買 趕快把它吃掉 所以呢 它把這個東西切割得很細 那它有個機制 它叫做Bambi7 所以它有個機制 就是一來一往的一個處理方式 好 所以呢 我要注意到一件事 這個東西是在這個 這兩個東西都是在傳統 有個東西叫 realtime system 去設計的 那現在liners kernel 整合這個dayline schedule之後呢 就把這些議題都把涵蓋進去 那整個問題又變得非常複雜 為什麼 因為你不是只是為了什麼 不是為了做scheduling 你要考慮到QS 好 那至於這東西怎麼做 像這個Bambi7 怎麼reclaim 這個reclaim這些設計 這個一直還在討論 那這一份這個演講有錄影 所以你可以回去找一下 那找你在YouTube搜尋 這個就可以找它的錄影 好了 我找一次給你看好了 這個 這東西實在太經典了 一定要來看一下 YouTube YouTube 看一下 為什麼沒出現 好了不管 這個我回去再把它貼出來好了 那這個 中間 這個因為它除了這個報告以外 其實有大量的討論 包含說PreneRT的開發者 直接調進去討論 這個很值得參考 然後再來是PreneRT的主要的維護者之一 這個 這個Steven 那Steven呢 他就來 他就講的東西非常風趣 那你 他也有錄影 回去我把這錄影找出來 找出來 就是你可以看 那你可以用比較慢的輸入國防 因為他講話 講超快的 對不對 他講話就是這樣 就知道 他說 就像是在這 我是古阿末 我今天要講一個real time故事 超快的 然後跟古阿末真的是不相上下 然後 那他裡面講幾個重點 就是說他會講什麼 他講real fast 跟什麼real time 對 所以我知道real fast 在意的地方是舒服 那real time在意的東西叫什麼 叫做determinism 然後呢 在這個過程中 要考慮到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對吧 像這個paging 再來是整個interrupt interrupt在整個系統衝擊 是這個 衝擊是非常大的 然後 所以事實上呢 我們在整個 整個 整個系統 從memory model 到interrupt 我們去做很多機制 像那個interrupt 你可以透過technics 或是 或是前面講那個 就是那種 他是event based的這個 event based的interrupt 這種timeinterrupt 做處理 然後呢 在實際上的行為呢 你還考慮到什麼 像branch partition 然後你考慮到不同的機器架構 比如說neuma neuma neuma就是可以想像 它是很多smp的cluster 那其實現在比較麻煩的地方是 neuma架構已經出現很久了 那neuma呢 在很多伺服器都已經出現 甚至很快會在各式各樣手機上出現 好 背景的地方是 目前沒有一個專儲的這個schedule 沒有一個專儲的機制 針對這件事去調整 好 那這所以他也提出來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 怎麼去考慮進去 好 然後那個articano就前面講過 那個什麼threadinginterrupt 然後那個hrt 之類的 然後再來是什麼呢 再來是這個 像rcu time 之類的 這個東西太會講 這個東西怎麼實作 那事實上他花很多心思 在介紹這個noSZ 就是發生說tickless 然後說要怎麼做到這個 event based的timeinterrupt 這個是要考慮到進去 考慮進去的 然後不然說像這個前面講這個pi priority inheritance 好 然後呢 好 那接著呢 接著呢 我們到了qa的階段 這個 好我們來回答第一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有朋友在問這個 這個實作有個always對不對 好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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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連結吧 好 煩欸 不要跟我搶打字好不好 來 過來 好 這個 最大樂趣是每天用自己寫 好 anyway就是什麼呢 就是他去參考這個rtmv 然後這個 rtv裡面呢 他會去找這個event list 然後呢 要注意到一件事呢 這個rtmv的那個實作 我們來 雖然不是跟今天一層不是那麼大的關係 我還是稍微講一下 這個 這個是 這個作業系統是 是我們承擔的學生 開發的作業系統 然後這很酷啊 現在這個 這個作業系統很酷的地方是什麼呢 這個人家是機械系的啊 對不對 所以你看喔 前面呢 CK CK 前面Linus kernel 有一個重要的工學者 對不對 重要的開發者 CK CK是麻醉師 然後 然後開發rtmv的學生 是機械系的 所以各位啊 如果你是念電機系的 子宮系的 拜託啊 人家機械系都可以自幹 你在幹嘛 好 拿回來 那這個東西呢 是一個極簡的 一個這個 artos 那它的主要的用途是來教學 好 那這邊那個 它的概念非常好懂啊 所以 所以請自己 自己回去看一下 那我們今天要講東西是 Event 為什麼 會有個機制呢 它不會跳啊 好 那這個 在rtmv裡面 有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叫做event 不過這邊event 跟你想像中的event不太一樣啊 那 這邊的event是 想法是這樣 就是說像很多很多操作 比方說 檔案系統 檔案系統 很多操作都很花時間 但是我又不能不做 那我們想法是什麼呢 我們想法是說 我讓那個 花時間的 統一註冊在什麼 註冊在一個 一個 一個 你就想像一個que裡面 我把很多需要花時間 那要做很久才能把它完成 把它塞到這裡面 所以我們在這個過程中呢 我們設計個機制 我們一開始 初始化的東西叫 Event Monitor 然後呢 我去幹嘛 我去註冊 註冊對應的那個 Handler啊 對應的Data 然後呢 像檔案系統來講的話呢 很多時候呢 這個操作呢 我們過一段時間 我們不需要 不需要做了 比方說我沒有那個 追蹤檔案系統的要求 所以我可以直接把這個 動作把它移除掉 所以注意到一件事 這個 這邊的 這RTNV的 它的什麼 Event Monitor呢 它本質上是同步的 注意到 它本質上同步 而且它的設計 就是為了處理 檔案系統 因為檔案系統 都花了時間 是相對是久的 那我們想要做一件事 就是我有一個Monitor 對不對 就是說 你就想像我有一個很大的que 那我系統本來要做很多事 那我剩下的空檔 去挑 從這個Event Monitor 裡面挑 你們東西讓我做 如果沒有事情讓我做 我就幹嘛 我就不理會 那如果有事讓我做 我就趕快做一做 所以這個設計來講的話 它的這個 這樣的做法 常不常見 這個在Web Server很常見 就是 就是我們要知道一件事 這個追蹤檔案 它設計來 不是給你備 這個原始程式嘛 尤其是Open Source 這個授權非常非常的寬鬆 它是一個BSD授權 反正簡單就是說 你開心的話就給你改 然後這個 這個 這個授權非常的自由 然後 基本上 我們給同學的做的事情 就是 給同學一段Source 給同學一組Source Code 然後幹嘛 就給他大改特改 所以你說這個東西常不常見 我必須跟你講說 至少在Linux 課程它不是這種設計 但是在這個Web Server 比較很像這種設計 Web Server就是 還有一個 都會有一個Elon Loop 然後會做特定的動作 我通常會有一個時間間隔 我要完成某些事情 我必須完成一些Request 然後做完某些事 然後剩下是有在從這裡面 刀出任務來做 好 那再來是這個 Content Switch的代價 跟這件事是沒有關係的 這個 我不知道你為什麼問這個問題 因為事實上我們 在整個Content Switch 其實是綁在什麼 跟這個PimeInternet 是有關係的 所以你說 Content Switch成本 其實 其實這個東西怎麼去測量 我們來想一下 Content Switch要怎麼測量 我們去思考一件事 我們第一個 找到一個Blocket的Season Code 好 注意到我們要怎麼去測量 那個Content Switch 基本上你需要一個機制 這個機制是Blocket的 Blocket是什麼 比方說一個IO 或是說一個Mutex 總之就是說 你要有個機制 可以把這個 讓這個任務的指定順序是什麼 1212這種順序 好 你透過Blocket的Season Code 或是透過一些Synchronization機制 總之呢 你可以讓這個任務可以造成123 123一直排 那一旦你可以一直照這個順序一直排的時候 那你可以計算一個很長的時間 裡面 123123 然後呢 你用比方說你設定的東西都那麼特別 設定123123 然後中間幹嘛 把整體的時間算出來 然後呢 再去扣掉什麼 個別 因為每個任務都是做固定動作 然後去扣掉這個個別任務跨的時間 那剩下的時間就是什麼 Cover Switch 然後去看如果這樣123123循環多少 那 在 在我們這邊啊 基本上有寫 就是這個 在哪裏 在這個 共別地方有寫 所以請你回去看一下 那基本上這個之前是有測量過 那他其 基本上他的代價其實就是 我們怎麼去去還原這個context 所以基本上這 基本上這代價也不是高不高啦 因為這件事跟那個Eventing關係的 所以做的動作 沒有什麼特別的 好 那我們 這個 好 TMP 好 那看第二個問題 這個 推薦的書跟作者 那如果你要看資料的話 你去看我們的材料好了 這個 請在Google搜尋 搜尋什麼 所以FREE ATOPS 好 那FREE ATOPS 你一開始就會看到成大 看到成大就把它點進去 對就在 然後 然後呢這邊就會有個 有個報告 這是我們這個去年同學的報告 然後呢 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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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好 然後你不用去下課電子書啦 基本上這些很多 很多這些 從案的行為啦 所以你 這份報告有個好地方是什麼 你從案的行為都可以學會 所以你可以學會案啦 學會怎麼去測量那個效能啦 然後學會說 呃 呃 然後看在SWITCH啦 好 包含說對應的程式碼 然後對 好 那他應該是全世界 不是只有中文啦 應該是全世界這個FREE ATOPS裡面 寫最完整的 就是 至少在案的平台上 所以包含說他做了什麼事啦 怎麼去測量他的Performance啦 然後包含說他的這個 好 怎麼去評估效能啦 好 給他畫面中看啊 怎麼去 乾脆是不是去 這個東西呢 包含說裡面還甚至寫一個小電動啦 就是一個那個乒乓球的遊戲 這個東西呢 這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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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東西花了很長的時間去做的 當然裡面有很多錯誤啦 我我已經修了一部分 如果你發現有錯誤的話呢 歡迎回報這些錯誤 你可以在底下留言啊 或者說你在那個 寫信告提醒我們這樣子啊 好 那所以你可以從這邊開始讀 書 這個呢 這個書呢是這樣 就是說 這個書基本上 因為裡面有地方 有的東西不是我做的啊 所以沒辦法那麼容易容息息授權啊 然後還跟那個出版 出版社會的關係啊 所以這個 好 我們不要回答你啊 這個對不起啊 拒絕回答你 那接下來接下來SMP 對啊 當然就繼續等吧 等等等等 好 所以我們下次可以繼續講啊 對 你以為我們這個下去講完了 沒有啊對不對 我們今天關鍵點是什麼 我們今天關鍵點就是 是邁向PrenRT 好 那SMP呢 基本上是我們下一個回合 呃 呃 PrenRT會增加這個 呃 為什麼會有問這個問題呢 那我們要去澄清一件事啊 這個Memory的需求呢 基本上是要看你做什麼事 然後我們再回來看一下啊 我想一下你為什麼問這個問題 我想一下 我們要去澄清一些一些議題啊 好就是說 我們再拉回來啊 所以我們去思考一下 這個 Tax的 Context呢 它可以保存在哪裡 它可以保存在LocalState Tax可能自己的LocalState裡面 然後呢 它也可以保存在SystemState 像CodexM CodexM有什麼 有PSP跟MSP 所以這個是SystemState 那當然你也可以放在一個特製的 特製的CPU戰爭器裡面 在特別是在某一些DSP 比方說TI的DSP 為了要去降低 這個狀態改變的時候 就是比方說Intra 跟ISR跟原本的DSP程式執行 它有一組專門的Register 專門來幹嘛 來保存它的狀態 所以基本上它就這三個地方 這三個地方注意到一件事 這三個地方呢 基本上它的這個空間成本 是跟什麼 跟任務的類型有關 跟CPU架構有關 所以要知道一件事 就跟這裡有關 但是跟PreneRT是沒有通關的 為什麼 它發生的機會頻繁與否 對不對 因為我真正能夠執行 還是怎樣 還是若干的 還是若干的流程 我的User Kernel User Kernel 挑環對不對 我維護的就是 我User跟Kernel的狀態 所以 如果以空間複雜度的觀點來講話 我們只在意怎樣 只在意這些 所以它不會隨著你的Context Switch 平凡度與否 對Memory需求成家 不是這樣 但是 但是呢 注意到 我想這個朋友的問題 應該是 All and Killing 這個 這個東西很經典 這個東西叫 All and Killing 這個All and Killing 只要有做過Android的朋友 都會熟 這是一個悲劇 All and Killing 我們要特別談一下 Real time system 很容易會導致這個 Real time 導致那個Memory 這個 constraint 我們來講一下 為什麼我們講這句話 我們在 Real time的系統來講話呢 因為MMU對系統的衝擊是很大的 對Real time效能的衝擊很大的 為什麼 我們有Translation 我們有Page 4 以及一系列的相關的衝擊 它導致整個系統不是Deterministic 所以我們會希望做什麼事呢 我們會希望某些Page 是Lock在Rain裡面的 也就是說 我這個程式執行 假設我今天任務是有個高優先選任務 低優先選任務 那我希望高優先選任務 絕大多數的Page 都會Lock在鎖定的 它更好的術語叫Pin Pin 它可以Pin在哪一個 它可以像一個圖釘一樣 就是一個圖釘 一個釘 釘在上面 所以 在Real time System來講的話 我們會做一件事 我們會呼叫這個 一個系統呼叫叫Mlock Mlock在幹嘛 你看這個東西很好玩 它跟你講說 注意它這個說明 它把Process Address Space 把特定某些區域把它Lock住 所以我們要做一件事 MNU在組織 把VA轉PA 然後呢 這個 我們要考慮到一個議題叫做Cache 好 以UN來講的話 這個不只UN 應該說很多CPU架構來講 都有這種設計 比如說我們看一個東西叫VIVT 所以基本上是說 我基本上 因為你有考慮到MNU 考慮到MNU的時候 基本上你要做的是非常麻煩 因為呢 你的Cache不管是State Associate Fulley FulleyMap DirectMap 或是Fulley Associate 反正就不管你的Cache是哪一種機制 基本本質上都是什麼 Index 跟Tech Index Tech 好 那所以這個 我的Index的對象是什麼 是Physical 是 你看 VA在這裡 PA在這裡 VA跟PA 那 不對 這樣比應該不好 VA VA範圍比較大 PA 我如果是針對 PA PA 去幹嘛 說Index 然後它Tech呢 Cache的Tech呢 也是這樣 也是針對PA 我們稱為PIPD 那如果說你抽到的都是怎樣 都是Virtual的 Virtual 就是對VA的空間做什麼 Index 然後呢 Tag也是針對什麼 Virtual Address 去Tag 我們稱為叫VIVT 那當然有別的組合啦 什麼什麼 有別的啊 像VIPT 好 然後PIVT 總之有那麼多組合 那基本上只有兩個組合是很重要的 就是 比方說以Linus來講話呢 它是什麼 它是VI VI VI OnLinus 是這個主要的 主要的那個方式是什麼 是那個VIVT 好 所以你在沃搜尋可以找到蠻多這種資料的 好 這個是Cache 然後呢 這跟我剛才講的東西到底有什麼關聯 好 你不覺得你突然就為什麼講講 就跳那麼多對不對 這東西都是一體的 我以前學的時候 我一直覺得 哇靠這什麼鬼東西啊 我們一下這個一下這個 好 好 我們去思考一件事 我們再回到剛剛那個東西叫什麼 我們剛才回到剛剛那個操作 那個TLB 好煩喔 怎麼樣 這樣講好麻煩 跳下去 好累喔 acá 嘖 可 咳 咳 嗡 咳 咳 哎 嘖 所以今天ира loh 我們剛才講什麼東西呢 我們剛才講就是說這個VA跟這個PA的對應 然後呢 我們注意到這個VA對PA 那其實要對應的是什麼 是跟Cache是有其餘相關的 然後把這個TLV也有很大的關聯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就是說 你看畫面上這個部分 就是說你可以看到說這邊講的是什麼 這邊是MVA Modified Virtual Edges 那上面是MVA 然後底下呢 才是什麼 底下才是實際的PA 所以從MVA 然後轉換到PA的過程中 其實有很多什麼 有很多操作 他要去找這個Translation Base 然後這個Table Index 好 那注意到我們剛才講什麼東西呢 我剛才講的東西在哪裡 在這裡 所以Mlock 它是對Vinus的Virtual Memory Virtual Memory的那個Manager 注意到不是Virtual Machine Monitor 也不是Virtual Machine Monitor 是Virtual Memory 管理程式 在做什麼事 讓在做Translation的時候 在做記憶體操作的時候 儘可能讓某些區域這樣 它都保持在記憶體面 它不會隨便被替換掉 好 這東西叫Mlock 那如果說呢 你希望做某一個Process 整個都這樣 它的Edges都可以Lock 住在Red裡面 那你可以呼叫Mlock All 注意到這兩個操作呢 你可以呼叫 但不代表會有效 為什麼 因為跟你的什麼 跟你這個Cache Model 跟你這個Memory Translation有很大管理 然後注意到一件事 一旦你整個一個區域 或者是說整個Process的Edges 就Lock的話 它發生OOM的機會就會增加了 所以注意到一件事就是說 其實關鍵點在哪裡 關鍵點 這個跟Android的 問這個問題的朋友應該是 你以前做過Android的 吃過我都虧 但是以Riohine來講的話呢 我們更在意這種 為什麼要做Mlock 因為我們希望降低Memory Translation的帶來的衝擊 因為我們剛才講過MNU的成本是很可觀的 那我們為了降低這個問題 我們讓這個 讓什麼 讓這個Page都是鎖在那個 就是你降低在那個Rain裡面 那這表示什麼呢 表示說你後續要去配置機體 後續要做這個機體操作的時候呢 你有很大問題是沒有辦法生效的 所以其實我們要在意這種問題 然後更麻煩的地方是說 因為現在很多那個一個成熟的系統 其實它的這個系統不是只有一個Riohine task 它有一大堆Riohine task 那其實我們呼叫Mlock跟Mlockall是很常見的 好 注意到 我必須說這是很常見的 所以比方說你可以看到說這邊來講 這邊是一個Riohine版本的Riohine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前面在做什麼事 前面就是設定這個它的這個Schedule Policy 比方說Fiveall 然後後面可以看到說它呼叫一個Mlockall Mlockall就是希望我就希望的人 我儘可能可以這樣 我可以Lock在那邊裡面 好 所以呢其實你有一個很可觀的空間 是怎樣 是很可觀的空間是 是不考慮什麼Swapness的 所以這個是 所以還沒到你剛剛問到那個Overcoming的問題 因為比如說這個空間在那個機體管理的時候呢 幾乎都是保留起來的 好 那所以回到這剛剛的問題 這個問題來講的話它是不同層次的問題 以Android來講為什麼常常會發生O or M 因為Android裡面用一個技巧 這個技巧叫什麼呢 這個技巧叫做Copy and Run 就是在Folk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 在那個Android的設計是這樣 就是說它有東西叫ZyGo Zy 就反正這個東西很Zy 就是Zy G-O-T ZyGo是那個希臘文 它這個意思就是胚胎 所以基本上系統開機到一個階段的時候 包含說我的Virtual Machine Java Virtual Machine 包含說我去載入一些Class 那些基本的行為都已經這樣 開機到一階段的時候呢 我就幹嘛 我就 我這個 這個程式叫ZyGo 那ZyGo開始Folk Folk出幹嘛 EW Charged Process 那因為Linux 包含說其他的像BSD 這種所謂比較先進的作業系統 他都有持做一個機制叫做Copy and Write 也就是說呢 我這個Folk出來的東西呢 Folk出來的這個內容 絕大多數內容 都是跟這個Pattern的這個Process內容是一致的 但是 你一旦 一旦這個內容沒有改的時候呢 我可以重用 Pattern的這些Page 這東西叫Copy and Write 反過來說 如果你這個 如果你有改動的時候呢 你有改動的時候呢 我在幹嘛 我在建立一個新的Page 然後去改動它 然後 所以 以Android的地址來講的話呢 這個策略是很成功的 Zygo這個策略 透過Folk的Copy and Write 這個是很成功的 但是Page在哪裡 Page在於說 Copy and Write的這個 Write的地方實在太多了 以Android來講的話 要Write的地方實在太多了 所以這個 我們以前有做過一個實驗 把這個Zygo的機制拿掉 很有趣 就是說 我們之前做過一個嘗試 把這個Folk拿掉 變成說它是獨立的Process 那這樣的話呢 基本上它機體開銷很有趣 竟然跟Copy and Write的開銷 不會差到哪裡去 這是一個很酷的事情 那Android麻煩的地方是在於說 它的那個Zygo的時間點是很關鍵的 它的那個Copy and Write的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Write的那個數量 這個也是一個很可觀的 然後更麻煩的地方是說 這個中間這個 中間這個操作 其實這個成本很大 然後呢 一個運作中的Android系統 譬如說我順便連一下給大家看一下 譬如說我這個電腦 連到我們右邊這支手機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我們這個PS順便打就是 這是靠北多 一大堆C1開銅都是 我們看到 這實在是靠北多 我們有一大堆這些process 然後你看從什麼瀏覽器 然後什麼什麼電話 什麼什麼 什麼什麼 SMS 反正有一大堆 那這邊基本上都原製一個東西叫什麼 叫做Zygo Zygo 很Zy的Zygo 那所以這個東西的麻煩就是在於說 它一開始Copy and Write是很有效率的 是策略是很好的 但問題是後續改動東西其實非常的大 那在Android裡面有沒有東西叫什麼 叫做Pre-Loading Class Pre-Loading 注意到這是過去的東西 新的已經不是長這樣 Android 那它是用個統計的基礎 不過注意到這東西已經是過去式 它的設計是這樣 就是說 它透過統計 統計什麼呢 哪些class 用的平凡 然後哪些用的不平凡 因為如果越平凡的東西我們找出來 那我預先把它載進去 那意味著什麼 你的這個要Copy and Write 那個Write 的地方就可以變少 但問題是現在的程式的那個運送模式已經不一樣了 因為現在的落差變得變得非常大 所以這個機制的導致效果越來越差 好 那回來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就是說 剛剛這個問題呢 其實它是 這個這個 它是兩個程式的問題 第一個 它問到Contextwitch 其實它的Memory開銷其實是固定的 是 因素是什麼 是 我的這個 我的Task 總量 好 跟CPU架構 那第二個問題是On 那On的話呢 在LeoTime的系統 的確 比較容易發生 為什麼 因為我們常常就無可避言 會不叫Mock 好 OK 那今天呢就是大概跟大家介紹到這裡 因為時間關係 所以我們SMP呢 所以下次可以繼續講 好 然後跟大家預告一下 跟大家預告一下 接下來就是說 接下來想要探討的東西在這裡 我們來探討這個 這個 我們接下來想要跟他探討的東西 因為我們大家有看到一件事 就是我們都沒有講數據的人 覺得很不爽對不對 就說 哇靠那不是講歷史故事嗎 就練課本 對不對 就說 就覺得很看不起這種 對不對 好 所以為了避免你看不起我呢 所以我幹嘛 所以我們下次呢 會來拿實際的數據 那我們會挑一個 NSP的硬體 那以前是Freescale IMX6 就是一個四核心的一個命題 然後呢 我會去探討說這個 這個 在這個User Level 跟Kerno Level 然後 然後 會去探討說 在不同條件下 然後 甚至跑去到不同Cache的行為 所以比方說 我們會做一個說明 比方說 好 比方說這個 所以你 這個左邊是Nerror Second 所以你就自動把後面三個0去掉 所以你跟他說 原本呢 他的這個 Natuses呢 可能會到這個 到 到100 100多少呢 100 100 Micro Second 然後呢 我們經過一系列的調整 調整 反正大量的數據 數據 然後大量的實驗 實驗 一直做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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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於終於 可以降到什麼 降到這個層次 所以這個降到這個層次是什麼 這是 這是什麼概念呢 這是20Micro Second 而且你發現很大比例還是降到十幾 所以 我們接下來要跟大家分享這個經驗 就是說我們怎麼去調整 怎麼從100 降到十幾 這個是一個很值得注意的事情 十幾Micro Second 是什麼概念 我們前面不是講過 商業作業系統 他做到的事情就是 就是小於10Micro Second 所以 即便是Open Source Linux的也是可以做到商業作業系統的規模 然後這個很值得一提的地方是什麼呢 我們為什麼要做這個嘗試 很大比例是為了做什麼 做這個火箭計畫 這個這個 這個 每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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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現場直播都來廣告一下這個 因為我們真的很缺那個做做做做 開發作業系統的做搞系統的 欸明天要回美國了 剛剛按讚一下 這個ARC 為什麼他不會出來呢 好啦 反正他應該要出來了 好 我們不想按這個 按這個按鍵 會跑出那個很奇怪 ARC跑出來 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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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你們 你 這個 就是 像ARC的火箭控制系統 好 那基本上它底層呢 我們會希望說我們用一個什麼 用一個realtime links 然後呢 搭配這個 呃 物美 物美架的就是暗能硬體 因為像暗能硬體 降價非常快 然後我們就希望說 可以搭配一些比較便宜的 但是效能很好的 然後多核心的這個多核心的硬體 然後呢 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就是說 我們 我們中間會做這種操作 那我們現在也在研究就是說 把這個 降到什麼 降到一個非常小的境界 你注意到這個數字 這個 這基本上已經 已經小於10microsecond了 注意到 現在這個水準已經是商業作業系統的 商業ARTOS的水準 好 所以 基本上這個東西是很多議題 所以我們之後要去探討 所以辦了說 SMP的地方 去探討 然後這邊給大家幾個關鍵字 給大家參考一下 這個關鍵字呢 比方說一個叫做什麼 Isolated CPU 就是說 這在SMP的時候有Isolated CPU 然後再來是Cache Lockdown 那在這個 特別是L2 Cache 因為L2 Cache呢 在很多系統呢 在很多SMP的系統 它是共享的 那我們要降低這個共享的衝擊呢 我們會做這個Cache Lockdown 這個 所以 所以我們這個火箭系統呢 其實很確定 那個 所以 所以大家小時候都有夢想 你看這些小孩子 看到火箭 你看你小時候也會想去當太空的 你小時候也會怎樣 小時候 你小時候也會想去當科學家 你小時候也會想去當工程師 你長大之後在幹嘛 長大之後說 我的目標就是成為年薪百萬的工程師 那你老婆 你小孩問你說你在幹嘛 你打不出來 我加班是為了養活你們啊 那你女兒問你說 爸你明天要忙什麼 考上次講過 反正你不知道人家忙什麼 到底哪裡可以看到你做的東西 手錶裡面有東西 天上背東西有你的吧 工廠裡面有出現你的東西吧 所以其實這個東西 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地方 就是我們做軟體的人 軟體最酷的地方就是有機會最大化 讓很多硬體可以用 好 總之我們現在很需要有人來 來一起來設計作業系統 設計一些系統軟體 來你們之類的 那有機會跟我們一起來討論 好 這個之後會講 就是之後就是 好不要掉大家胃口了 我們來看一個 就是參與方式很多 我先把我試著把一些題目把它切得很小 這個比方說這個 比方說我們 做機體管理 好煩喔 為什麼會出現 出現了 對 好 那我自己把這個東西切出來 我們基本上再做一件事 就是想辦法把題目縮減 好 比方說呢 因為在這個 reotime的系統來講的話 因為會大量的用到 mlock 或是mlock all 其實你真的可用的空間其實很少 然後呢 我們在reotime的系統常會遇到一個問題就是 不會有大量這個物件的建立跟 建立跟銷毀 那這個東西其實在 典型的應用不是這樣用的 那所以呢我們要知道一件事 就是Linux是一個通用的做一種 GPOS 那GPOS它提供一些機制 但是你要能夠有最善用 所以我們現在想辦法是什麼 我們想要去針對這個reotime Linux 設計個專屬的特製的一個什麼 機 就是機體管理 簡單說我們想要設計個專屬的mlock 然後呢這個mlock呢 可以發揮硬體的特性 然後可以針對這個reotime的這個特徵 那這邊有標名則就是不同的同學 那有些人呢 比方說這兩位呢 他們其實基本上就是在替代液 所以他們用替代液的空檔去動動腦 那這個是台大的學生 另外就是說我們這個過程中有很多可以做的 我們希望說試試看建立這種模式 讓有些題目把它分出來 讓一些朋友透過這個參與 那我們有個透過線上一些聚會 然後讀一些論文 然後做一些實驗 那所以你看到說裡面有很多那種分析 然後幫人說像是worst case execution time 然後或者說一些論文 然後我們實際上去拿實際的行為 甚至還有這個東西還跟什麼 跟隨機理論代表外 就是那個隨機程序 所以以前大學念 尤其電機系的同學 也不知道為什麼要修這個課 這個時候用得到對不對 你設計的實驗跟實際的行為落差也不大 然後你能不能拿實際的行為的表現 去修正你的行為去model 這東西其實都可以做 然後呢甚至我們後面來還做什麼事呢 我們後來還可以做一些很有趣的事情 比方說這個 比方說我可以建立一個火箭的那個什麼simulation model 對 我建立一個火箭的simulation model之後呢 我們可以去依據不同的這個因素 比方說我們考慮到這個 考慮到像是 就是我火箭很多參數對不對 就是從這個GPS啊 然後各式各樣的這個 guidance 然後各式各樣的這個 大概參數 甚至包含那個 氣候啊 天候狀況 然後 所以你可以去模擬說這個火箭 從這個開始 然後它不同軌道 然後可能有分好幾節 然後我們有不同的因素 那這個東西呢其實 這個下面就很有趣啦 就是說除了這個火箭的被對到哪裡以外 這個火箭我是不懂啦 但是我知道怎麼做運算 我知道怎麼把 發揮這個Linus 這個 透過Linus的工具 去提升這個效能 所以這個東西很有趣的 就是說 有很多東西可以值得做 那如果說你對這個compiler有興趣的話呢 也可以來看另外一個 那個這個 看一下 嗯 比方說 比方說 好 比方說你可以去研究 比方說像這個 好 好累啊 好 這個這個這個這什麼 就是你可以去 比方說你看 這個 你可以搭配不同compiler的那個行為類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透過一些 切割成不同的執行序 或是透過OpenMP 好 然後透過compiler 然後搭配一些像FDO AutoFDO 好 或是 這個Profile Guided Optimization 反正就是說 各式各樣的這種 編氣的這種最佳化的技巧 好 然後呢 你可以 你可以做做很多機制 好 然後去去找出最好的組合 好 像這種 好 那我們希望說把這種把這種題目把分出來 好 那不過我們現階段其實比較麻煩 就是 我們就確認好 所以說 你有興趣的話呢 請你發個訊息給我們 就大概 可以發到我們這個 這個 這個這個什麼 這個 我們有一個 小夥伴 對不對 這太high了 竟然有同學還會做一個升高曲線圖 這個 這個同學已經在走火入魔了 這太妖了 好 他在幹嘛 這為什麼今天網路這麼慢 在幹嘛 好 總之就是這個 就是 那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可以發個訊息給我們 然後 然後 稍微檢視一下你自己 然後 我們需要很多不同的人才 就是說 反正你只要相信你可以透過系統軟體來 來做事都可以 那如果說你覺得你自己有什麼特別技能 但是你有肝 你有熱情 那你很好